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我们对AR有一点点初步的认识 我还是觉得我太大了 我想把它缩小一点 不能小吗 就这样 我们首先先对AR有一些基础的观念 AR的话在课程上面可以怎么进行 在国小端 国中小学 尤其是小学 AR老师如果要一介入教学的话 在资讯科技的应用 我个人蛮推荐这一套的 就是图像辨识 也就是说我拿手机或平板 现在学校都有像这样的一个载具 可以拿来上课使用 所以你只要透过手机跟平板去跑 去sensor sensor到你的所谓的辨识图 我们称为辨识图 例如说我们现在要sensor到这个辨识图后 它就可以在这个画面中 弹跳出来要介绍的内容 例如说介绍图像 介绍影片 介绍声音都是可以的 所以AR扩充实境的话 首先第一个 最常用的也最简单的就是图像辨识 那这个图像辨识啊 它跟宝可梦有点不太一样 宝可梦它算空间辨识 它算空间辨识 你走到那个地点的时候它才会跑出来 那这个是比较偏向图像 所以我们可以在教室放几幅图片 像彰化把教育局他们就有一个走廊 全部都把一些sensor都做好 然后你只要走过去拿手机平板拍 它就会跑跳 跑出来介绍的内容 所以这个是图像型的 比较快速让大家可以上手的一个方法 那我们首先先看一下 通常来讲啊 它的使用方法是怎么做的 老师讲一下那个流程 一开始呢 如果对AR上面来讲 你要开始让学生来进行的时候 学生要怎么用 我们讲学生端 这是学生 学生操作的部分 学生端操作第一个呢 要先去装APP 所以这边会有一套APP叫Meka MekaAPP 到Meka里面呢 MekaApp你把它打开 它是free的 打开之后呢 先去进行扫描 扫描QR Code 有两个QR Code 第一个叫做教材库 教材库就是老师的教材在哪里 老师的图书馆在哪边 你要先进到这个老师的图书馆里头 因为老师他可能会做很多不同的AR的辨识图像 所以你要先到教材库 像老师这个例子 老师这边有一个教材库 就是我的名字 就是这一个 这是我的教材库 所以每个老师都一定会有个教材库 进到教材库里头之后呢 再透过扫描辨识图 辨识图就会产生对应回馈的物件 这样了解吗 所以这是他的一个流程 也就是老师呢 做完之后啊 你要给学生两个东西 一个是你的 你的教材在哪边 然后呢 进去后再来就是辨识图 所以呢 我们可以这么想 在这一间教室里头 老师放了五个图片 英文单字的图片 放了这五个图片之后 你把图都放好 学生第一个动作呢 是先扫你的教材库 扫到你的教材库后啊 他就可以去扫辨识图 这个我们称为辨识图 扫到辨识图之后会产生对应的结果 这样了解吗 所以学生的操作端是这样 好等一下我们再来看例子 这个先不要拍 好那旁边的话呢 老师又放了Android跟iOS 所以今天上课会用到手机哦 还没有拍的同学这两个 麻烦一下 Meka的APP要先装 装完之后等会注册登入 我们再用注册的账号进去就好了 学生呢可以不用注册 学生只要有MekaAPP进去 他就可以直接扫直接用 那老师端其实你也可以不用注册 但是呢因为我们要检查 我自己有没有成功 一般我们也会注册登入进去 好所以这个是老师跟学生的不同的地方 这个要先装哦 好这个要先装 好来那我们来看一下下观念好不好 就到底要怎么扫 好我这里有一个国家老师做的 简单的 已经算是完整的教案了 好这老师他做的叫做彩蝶飞舞的教案 然后他这个教案的话呢 放在这个网址 就是你现在看到这个网页 这个网页好 好那这个网页的话 好不好意思 好这个网页的话呢 同学可以点进来哦 好首先第一个QR Code 就是让孩子可以扫了后 出现网页 那今天我本来也要教你们 这个网页怎么做 好网页出现后 它是一个线上版的 所以呢学生如果是拿手机 行动载具 他只要一扫 就会出现这个画面 你在教学当下 他其实可以当成就是你的学习单 或者是当成你的教材教案的内容 好那进来后呢先扫 好那我们现在已经记到这一页啦 懂王者也都进来了 好进来之后呢 在教学上面呢 来这边 好老师的 这是他的上课的题目 那这是因为是教案的关系 所以我请他把一些相关的资料 先把它打出来 例如说这一门课程是自然课 那适合哪一个连级 那是否教学的重点 有哪些东西 那导入的就是我一开始上课的时候要先导入 牵眼带进去 好那就是是哪一种是引起动机还是复习旧的经验 所以呢当彩蝶出片 照片出现的时候 好那显示相关的资料等等之类之类之导入 然后老师就开始去教 所谓的昆虫的一生有哪些内容就开展 开始去带入新的知识新的观念 然后再来就是挑战 后总结 就是这一个一节课要做的事情 好那教材资料在下面 OK来我们看一下你手机准备好了吗 好Meka有装咯 来老师投影一下 好我首先先demo一下 逻辑上是这样 好那首先一开始进来的时候啊 您看到的这一个画面就是老师的教材库 好所以要先有教材库 好然后有了教材库之后啊 等一下哦 老师的投影突然间 好你们先扫一下老师的教材库 老师的教材库 好MF要先装好 好来这是我的平板 好我们看一下怎么用 好来那首先是这样哦 好来我们两边看一下 老师在上课的时候呢 你就先让学生进到你的教材 所以呢老师用Meka的APP 所以老师这边有装了 这一套 MAKAR这一套就点它 好我们先学工具哦 好工具怎么用 然后等我一下哦 一开始进来的时候是这样 刚刚静静的我们看一下第一个 你们都应该是长这样 刚刚静静的好 然后刚刚静静的进来之后呢 我们要先去扫 就是如果你没有登录也没有关系哦 你就按一下上方的搜寻 搜寻好 右上角这边后要自带一个QR Code 这一个 你就按一下自带的QR Code 过来之后来扫描 扫描之后就会带到这个老师的教材库 就是老师的教材库 好那教材库里面呢 它其实下方就有一些教材了 你就随便点一个 随便点 好随便点 例如说我点第一个彩蝶飞舞 好来 那他又跟你说你不要开始就按下开始体验 随便点一个哦 OK 好那这时候呢 再来呢怎么处理 当你在上课的时候呢 请学生都进来咯 好那你就可以开始让学生来看一些基本观念 例如说老师他做的辨识图是这一张 辨识图是指说当你移上去 好你看还有两只蝴蝶在飞舞 对那你可以移走 它就有两只蝴蝶在飞 看到没 它就有两只 好走了 好你可以移走它会有两只蝴蝶 有看到这是蝴蝶吗 好你可以这样动 老师现在手啊是在上面这里可以这样动 你看你会看到这两只 好你会看到这两只 这是蝴蝶吗 哦对蝴蝶 你可以这样转哦 你看孩子们就可以这样点了 这样课程看 真正这个蝴蝶在飞舞的样子 所以呢因为他这老师做的比较小一点 你可以这样滑动放大 有看到 手机上就有这蝴蝶了哦 那这个时候就可以跟学生先简单分享一下 好来这一张这一只蝴蝶 同学知道这一只蝴蝶我们上一堂课教过了 这一只蝴蝶叫什么 那小朋友可能就会说 因为它叫什么什么什么 好为什么 因为这只蝴蝶它的哪些特征 什么什么等等之类的 所以你看 透过AR的方式 透过AR的方式 你可以做像这样的一个课程的互动 孩子们看到之后 他不一定看到的是影片哦 他看到的是物件 他就可以这样子动 这样子移动 OK好 然后 他也可以拍照 但没有什么意义啊 OK好 所以这是一开始老师跟他先做 导入引起动机的做法 好的部分 好 那导入引起动机之后呢 就开始来介绍课程了 他后面就开始讲他的课程 然后讲完课程之后呢 把他的内容都加完了 好 讲完他的那个昆虫的一声 好 最后最后你看一下 他就会开始进行评量 那评量的部分也有像这样的一个练习哦 这也是用AR做出来的 来 我再把Memeka打开 好 来重新扫一次 回去 箭头上面这个可以回去 好 回去之后就正常了 再回来扫 虽然桩案不一样 可是他只要扫到就会有反应 好 你看一下 就是评量 所以评量扫到之后可以做什么 在手机上哦 直接进行互动 评量 所以我们就可以进来就按一下确认 好 那我可能找一下干净的地方 来 他就会问你说 请问这次昆虫的哪一个时期 这我怎么知道这是哪一个时期 是软吗 好啦 那假设我有点软 他会跟你说你答对了 OK 然后再来是上面那张图 老师做太高了 发现我的平板的比例的问题哦 好 这个算是勇吧 假设有点勇 诶 可以会答错 有可能会答错哦 听得了解吗 好 答题的 所以这是评量 就你刚才上课上完之后 可以进行评量好 然后呢 这个教材就往下走 他就会出现参考资料 或是参考影片资料 等等之类的 所以呢 这个是AR教育科技的部分 导入后 然后呢 如何在一门课程里头去设计 像这样的一个资讯通的一个课程 这个在国小端啊 慢慢的会越来越多老师走这个模式 因为毕竟AR学生会看得到实体 应该说看到实体的感觉 他会比较比较有feel啦 好 所以老师先带一个完整的观念 让你们知道一下说 其实如果你想要做今天的教材的部分 你要先学会AR怎么做 这样了解吗 OK 所以来刚才我们demo了两个 两个东西 第一个是什么 AR可以搭配着我们的教材部分 呈现知识概念的区块 知识概念的部分的话呢 我们可以放进来的是 照片影片或3D模组物件 如果你会做3D的话 你也可以摆进来 好 所以呢 来我们回到简报看一下哦 好 来 在简报里面知道这个流程之后啊 我们来看一下 好 所以我们今天上课的时候就会学 好 那会学哪些东西呢 第一个 我会学习教你们怎么做两大物件 第一个叫辨识图 辨识图 我要让大家来扫 扫完之后呈现对应的结果 扫什么 那个就叫辨识图 所以你要先懂 我们要先有这些的多媒体的物件 辨识 好 辨识完之后再来呢 回馈 回馈物件 当我扫到了 它会回馈什么内容给我 OK 这是我们两个 我们今天要教的两大重点 然后呢 再把它包到你的教材里面 去呈现它 所以我们要先懂 这就是AR的逻辑 这样OK吗 目前为止 好 有问题可以直接在LINE群上 直接发问没有关系 老师会 看LINE 有 有进来 很好很好 OK 有看到吗 刚刚的连结有看到吗 有齁 都有齁 很好 好 谢谢郑凯同学 帮老师放上去 好 来 让我们再继续咯 好 所以这就是基本观念 好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先懂科技 因为科技不会你教材也包不进去 所以我想要先让你们懂科技的应用 观念是什么 好 那我们今天要用的这一套 制作AR的软体 它叫做MAKAR MAKAR 来我们看一下 这一套MAKAR 好 它其实是一个付费软体 但是呢 老师你们在做教材的时候 你就思考一下 它是付费没有错 可是它有试用版 它的试用版是这样 30天 30天 好 我先记一下 好 它是30天 等一下不好意思 好 老师看一下笔记本 它是30天试用 好 30天试用 好 但是呢 30天试用版到期后 我记得是在30天内的时候 它有25个装案 一个扫描辨识图 回馈一个物件 所以25个装案就是有25个辨识图的意思 所以你可以想象说好 我们今天在这间教室 如果我是教英文的 我在教室里面呢 我扫了教室中的25个图片 椅子啦 桌子啦 都好 我把它扫起来 扫起来之后呢 我就可以做25个回馈 当学生扫到那个桌子的时候 可能出现你的声音 或出现桌子的图案 你就可以念英文单词 了解吗 这个是我之前去香港 就是大概四五年前 我去香港 算是他们刚好有一个 Apple的讲师训练 然后从台湾找几个老师过去 我有过去 然后我过去看呢 我才发现 哦 那个时候香港是这样上课的 香港他们的老师 是把他们的环境 做成体验式学习 他直接就在他们的教室里面 把这些功能都做好 孩子们拿平板 然后在教英文课的时候 就可以玩寻宝游戏 寻宝找教室 有哪几个Sensor Code 然后呢 要会念那个英文 这样来进行教学 这跟台湾是非常不一样 台湾就老师拿了课本 来 椅子就念椅子 就这样 根本是用寻宝的方式 寻宝后 然后知道他怎么念 然后老师会说 好你刚找到哪几个 那要用英文念出来 然后自己念 他就会一直听 反复反复的听 老师刚念的英文 然后再讲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种的教学模式 是非常棒的 好 来 那我们继续回来 所以呢 这就是所谓的专案的概念 好 但是如果你30天到期怎么办呢 我记得到期后好像是两个 那也还好 因为其实我们在上课里面 如果你要像整间教室都做好体验的 这个叫学校买 知道吗 以后就叫学校买 那如果是老师们自己叫案的话 通常啦 一次课程啊 可能就是搭配着一个 是比较偏向于概念式的 概念的 然后另外一个呢 你就可以搭配着所谓的评量 甚至于 你干脆 申请多个账号 听得懂吗 这是比较 不是很OK的 就是申请账号 每个账号就两个 还三个 我印象 好 这样进来了吗 有声音咯 刚才老师讲得太快乐 把他拔掉 把我的麦克风拔掉 不好意思继续来 好我们继续好 所以老师刚讲的是 你看我讲到坏事的时候 麦克风就会断掉 不可以教坏 教你们教坏掉 黑那就是 申请多个账号 OK吗 然后就可以一直重复用 反正它就是教材 你只要教材进而去就好 好来这样听得懂 这边听得懂 好来那我们再继续 所以我们先从MECA开始看起 那注册了吗 我刚刚有请你们先注册 来这边 到这一个网站上头 你要下载软体 然后呢 MECA注册 所以右上角 这边有个免费注册 同学先注册一下你的信箱 然后登录名字随便 英文 但你又不能改了 密码 名字这些资料 打一打好不好 打一打就好了 好那注册完毕后啊 记得要下载软体 制作AR物件必须要在本机端制作 本机端做完之后啊 你如果要让学生看 它需要PO到云端上 所以PO到云端上之后 学生只要拿手机平板就可以扫了 很方便 非常的方便 好所以我们这边有一个软体 那就按下载 那它也支援MEC 也支援Windows 都可以 来 老师已经装好了 你们都装了吧 好来继续哦 好所以这时候我们进来之后啊 诶我的平板先关掉 好再来 老师进来后呢 我们可以到这边MEC 好点它 好我们先登录 我们先登录 来 好这边进来后 它那个解析度真的是有点小 不懂 他觉得我们眼睛都很好就对了 好来 那你的解析度可能自己放大一点 来 那老师有登录 而且我当初是用Google帐号啦 老师用借借的 用Google帐号借借 好那就关掉 好回到软体 它就帮我借进来了 等一下如果太小啊 老师再局部放大给你们看 好来都先到这里哦 登录 然后确定MEC还有装了 OK 好然后再来呢 我们就要来进行上课 教你怎么用 所以这一块先做 那已经登录了 已经注册了 就回讯息给我 在LINE上面回 E给我 让我知道你做好就可以了 好不好 来 这边先动作一下 我改一下解析度 你们动作一下 好 老师刚要解析度了 但你们的画面是正常了吧 应该还是正常的 好都没有问题哦 嗯来 我们继续了 好OK 好来继续往下走 接下来思考一下 你们等下每个人随便想一个主题哦 每个人都想一个主题 好 例如说我今天是教英文的 也好 我教 我教自然的 反正随便教一个科目 随便讲一个科目 然后呢 我们来做一下变化 好来首先 老师如果现在呢 想要做两题 OK我要做两题 第一题 我要做的是知识概念型的 也就是说我希望呢 学生手机拿来扫之后 出现 那个图腾 然后呢 你可以带入影片 如果你有做影片 或是YouTube的影片都可以 然后呢 可以出现的是介绍的图片 等等之类的 OK 所以每个人都想一个主题哦 想一个主题 好来 那我们来首先看一下 你现在所看到这个画面 就叫Mekka OK 那他是做AR跟VR 他有两种R AR跟VR 那老师今天的课程呢 没有教你们VR 我选择的是AR 是有原因的 因为如果你们今天学的是VR 你必须要有VR的摄影机 要不然你根本做不出来 360度的回转 就是那个全景 那爱与同学们手上的设备 应该没有 AR对你们来讲是最方便的 所以呢 老师就会想说 那今天的课程用AR来带 AR对小朋友来讲也比较有感觉 比较有趣 他就点一下东西会扫出来 他根本就不知道你里面放了什么东西 所以其实比较有趣一点 好来 那我们看一下Mekka 进到Mekka里头后啊 你看一下老师账号的关系 所以你看上面这里 好这是老师发布的数量 所以呢我的桩案呢 你看他这边有写 发布的数量 总共有几个 十个我剩下两个之类的 好那这是未发布 未发布的意思是你做好了 好做好 绽放 但是学生还看不到 好学生还看不到 好那因为呃你们之后啊 如果使用版时间到齐后 你们可能就是数量没有那么多 好我教你们一小技巧 你可以先做好桩案 就是例如说我做好的 然后我的桩案在这边一个 就是明天要上课可能有两个 然后呢后天要上课有两个 然后再后天上课有两个 有没有 好那因为这功能是上课的时候拿来玩嘛 你比较少会叫小朋友回家自己玩 比较少 所以呢这时候呢我们可以怎么办 我今天要上课我就把发布的下架 他的两个桩案指的是同时上架的数量 他试用版过后是限制上架的数量 所以呢他是上架 假设是两个 简单啊你就把你上架的下架来就好了 例如说老师点他后这个导览 点这个点点点 好放大一点哦 这个点点点里面有没有看到 他这边就会有一个取消发布 你不要删掉 你可能明天下礼拜那一班他要再上课用 你就取消发布 来取消 取消后确认 OK 他会在下面呈现 但是呢上面没有 那代表着手机扫就不会有 知道吗 但桩案不会删掉 所以等于是你可以 依照你今天上课的内容 然后呢去挑你要的那个桩案上去上去上去 知道老师的意思吧 好这个蛮有趣的 小技巧学一下 好所以这边可以让他上架跟下架 了解哦 那如果当然你这个桩案呢都不要了 你就可以点他按下删除桩案 删除就真的没了哦 删除就没了哦 OK好 再来另外的 如果我想要让他变成发布 你就点下方 这个桩我要丢上去发布 那就按下发布桩案就好 这样逻辑上听得懂吗 所以他的桩案是可以上下上下 这样调整的 好来那我们要开始来进行一个新的桩案 那我们要开始做桩案之前 而且我们要先备料 就跟炒菜一样 你要先把材料都备好 好那我们有哪些的材料呢 材料的部分的话 刚才老师有讲 你必须要有一个叫辨识图 辨识图 所以呢来您看一下老师这儿 好老师这边就会有一个 这一个 好因为我挡到了我要调一下 这样有看到好来 老师这边就会有一个辨识图 好然后辨识图的部分是这样 首先 您进来的时候第1个是辨识图 辨识图就是让小朋友 拿手机 扫的 那个叫做辨识图 好可以扫了之后 然后他会有反应的 他叫辨识图 所以让让学生看 那通常老师啊 因为你有些 可能你之后学生 可能是国 国中还好国小 国小生你要 让辨识图啊 跟实际场景是一样 不然小朋友不知道要扫什么 他不知道谁可以扫 知道吗 所以通常我的辨识图就会 故意做的跟 实际上印刷出来贴在墙壁上 让大家看的是一样 学生就会知道这个可以扫 就是有点想作弊 那老师可以自己评估 但辨识图他有一些要求 他要求是什么呢 好 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啊 你必须是 方形 1比1 正方形1比1 并且这要记哦 他必须是正方形1比1的尺寸 并且是RGB 然后呢 JPEG并且小于5MB 这是很重要的观念 这要记起来 要不然你的辨识图会有问题 然后你的辨识图要越特别越好 细节要多 细节要多 辨识率就会比较高 细节要多一点 这叫辨识图 好那辨识图做完之后 在手机里面 学生在扫的时候 学生可以扫 数位的 你可以就是 例如说用那个投影机投出来让小朋友扫 或者是你可以用纸本的 就印成册子 或是印成一张一张的 然后放在教室 学生就可以直接扫 也OK 知道吗 看老师怎么做 所以呢 他不仅限于一定要数位档案 扫得到 他的纸本也可以扫得到 好在第2个 我们要做的是回馈的物件 所谓的回馈物件是指说扫完了 呈现的内容是什么 就叫回馈的物件 那回馈物件的话我们就有分成了 我们可以扫图片 就是扫完出现图片 那你要自己做图哦 格式是JPG跟PNG都支援 另外的话呢就是影片 好我希望扫完之后回馈影片 那影片的话因为 我们在Meka传输啊 他还是要一个传输的流量 所以我会建议你们如果你真的要放影片的话 请记得 MP4格式 并且20MB 影片不能太大哦 好影片不能太大哦 OK 然后呢可以的话啦 用YouTube是最方便的 你用YT你就上传到YouTube上面 然后让人家 扫的时候因为他手机 能够扫也要有网路 好他不是单机版作业 他一定要有网路 所以他有网路的情况下 你扫了 YouTube一样也会显示 知道吗所以这两个都可以 好那第3种可能教是教语言类的 如果你是教语言类的话 那就是会音讯 音讯的话我们支援的格式要记起来哦 有 Wave MP3 OGG 这三个格式都支援 那 实物上最常用当然是MP3 所以我们就用MP3就可以了 好来所以这样了解吗 有这两种东西 好来 那我们看一下辨试图 辨试图你们怎么做 老师今天会教蛮多多媒体的功能 辨试图的话呢我会建议同学 你们可以去找一张图片 然后呢你要加文字也好不加字也好 那看你怎么去设计他 然后我们用线上编辑工具好不好 因为不是很确定大家有没有Photoshop啦或者是 Illustrator 我们用编辑工具就好了来 有一套软体 CAMVA 都是免费的线上版的 好来我们开始看一下 好我们先去做图哦来这边 然后他要1比1的格式要记得哦 好所以来 Canva应该有听过吧 好这我超爱他的Canva 好一样就是免费登录就好很快 然后用你的Google大号借接 来我们到Canva 好他做图就很简单 好老师已经进来了 因为老师有曾经注册过 你用Google登录就好了 好 那进来之后呢我们刚才有看到格式 好格式的部分我们现在做是辨试图 辨试图的话他是正方形 就是1比1的比例 RGB JPEG 跟5MB 至少 好的那我们回来 回来之后呢 这个是Canva 老师已经登录了 好 Canva的画面你进来后啊 我们想要做一个辨试图 所以呢 好所以呢来 右上角这有一个叫做 建立设计 你可以去建一张新的 图来建立 好这一个建立设计 好点他一下 那点他后他就会问你哦 你要做什么东西 他有这么多的 内容可以让你来使用好 那因为辨试图啊不能超过5MB 他不能太大 知道他不需要太大 所以他是 就是1比1的比例 所以老师会建议你们啊来到下面 他下方有个叫自定尺寸 这一颗 好 自定尺寸 你点一下 自定尺寸呢我们就让他是 1比1 所以呢假设 我们做800 乘800 知道吗不要太大 不要太大 800 因为对外手机呀 知道吗 800 乘800 他就是1比1 记得要像素哦 记得要像素 OK 好来 建立设计 好这时候他就会开了一个 1比1的尺寸给我 好我这里面就可以放东西了 这样了解吗 好来到这里哦 你们先跟老师进来好不好 进来之后我们再来放那些辨试图的内容 好来进来 先到这里哦如果都跟着 到后 跟上老师的进度啊请回我2 数字键2 再赖上回哦 有错同学动作都很快 好很好 来继续 等一下每个人找个主题哦那你要教什么科目都可以 好吧教什么科目都可以好来例如说 好老师现在呢 希望在这个地方啊 做一个图片这个他是扫描用的 所以他一定要是越复杂越好知道吗细节越多越好 例如说例如说 我要让学生去扫 一个物件 然后呢进来后呈现这一个例如我们找一个动物好了 然后进来之后出现这一个动物的 详细说明 好来我先放着哦 我再开个分页 假设来我们去找那个 Google图片 好那你们如果之后在做的时候当然就跟你的 教材有关 好 老师随便找 图片 好例如说我要找凤蝶的这一个图片 这样 你要找复杂一点的 细节多的像这种其实细节都很多因为它的颜色啦 它的外形啦都很特别知道吗好就是可以找 比较 明显一点那你可以不用讲它是什么东西就是放几只蝴蝶 让学生少就好 好来 那我们随便找一个无畏凤蝶 也有 这个东东好了 我随便找一张哦 我随便找一张 这个好了这个比较好看 好老师点这张图片你看哦这张图片多大呀 720乘480我刚是800800 所以应该还行 知道吗还行好来 所以老师先把它 右键 另存图片 好存下来 存在桌面 好存起来 OK吗你可以去找图了 好那这个网站先留着因为等一下我们要找资讯 好再回去刚才的 Canva 进来后呢用它的好处是 它会帮我把我的尺寸 刚刚好 设定成我想要的 大小就是1比1 好那这时候呢 它的功能很简单 左边都是工具了 你要加的功能 这是范本 编辑区 做完了 做完了就下载就可以了 而且没有浮水印 知道吧 好那那我们 没有要它的范本 因为我只是想要它的尺寸 跟 他快速的一些文字编辑的功能就好 我在做图就很方便 好在这时候呢 我们点旁边的 上传 上传 上传就是你曾经上传过的照片们 然后呢老师按下 上传媒体 好上传媒体 好再按下装置 他就会 问你电脑里头 的位置在哪边 老师点这个 好凤叠 按下 开启 开启后呢 它就会传上来了 你看在左上角 传上来之后呢 好等它跑完 点一下 它就放进来了 那因为我们现在的尺寸是1比1 所以同学就可以这样子拉大 然后满板 那比例要小心不要变形 但还好这个软体它会让你的照片 不变形 所以我就比较不怕 要不然有些学生的那个图片都乱拉 解析度都整个跑掉 好这样子 那你可以在这样左右拉 它一定是等笔啦 等笔缩放 听懂啊 这是裁切 点到它后呢 周围的 长场的图示 这个叫裁切 这是放大跟缩小 这样了解吗 裁切跟放大缩小 好所以这时候老师就可以调一下下 好那我先故意不打他叫什么东西 名字等等的 我们等会呢用回馈的时候 再来呈现 我希望学生扫这张照片 这样OK吗 好 那OK后呢 我们把它下载咯 购买数点一下就好了 我就不打字咯 那我们可以 对不起 我们可以点它 上方这边就会出现它的一些进阶工具 例如说老师想让它变黑白的 扫完之后变彩色之类都可以 那这边有一个滤镜 可以调滤镜 我们有调整 这两个都是跟照片的一些 功能上面有相关的 你就点调整 调整进来呀 这边会有个亮度 对然后对比 你可以再修一下下 好可以再修一下让它变漂亮一点点 好完成咯 来我们要下载咯 右上角按下下载 好那下载的时候呢 来我们记不记得 刚才有讲 辨识图 需要什么格式还记得吗 JPG 那不要管RGB 因为RGB的话 目前预设都是RGB 你下来就会是对的 如果你是用Photoshop做也是RGB 比较要注意是那个 Ella EllaTrader做的刷可能是CNYK 这个要注意 好那现在这种软体都是RGB 所以不用担心 JPG 并且是5MB 至少 最小啦 sorry 不超过5MB 好我们回来 回来后老师要下载咯 点右上角的下载 好这边的档案类型哦 记得请你把它改成 JPG OK JPG 好来下载 当你按下下载后你等他完全不用付费哦 然后也没有浮水印 出来后他跟你说要不要试用Canva Pro不要理他 因为我从来没用过 好来这个是我的辨识图 好辨识图 OK 存下来咯 好存下来之后呢就关掉他了 这样就好了 Canva这张图就做完了 做完之后你可以把它关掉 好关掉后你回到Canva的主页 到左侧 有一个叫做 你所有的设计 点进去 你就会看到你刚才做的这个缝叠 就在这里了 等他一下下 在这里他现在是产生 这样了解吗 来 同学们都做一张自己的辨识图 那我们检查一下下 这张辨识图的尺寸是多少 来看一下这里 好 581K 很小很小哦 5MB是 5乘上1024 所以要6000多 那其他58.1非常的小 好所以这张是符合的哦 是成功的 来 你们先把辨识图做出来 等一下我们做第2个 回馈 这两个都做完了才可以到AR 知道吗 好来换你们 练习一下 记得刚才要求的那些格式 1比1 好然后进来之后 你的尺寸是800x800 然后再把图放的满板的 不要浪费满板 好 再往下 存出来 存成JPay 好有问题在LINE上回 有问题在LINE上回 好的同学啊回老师 我看这个 好回我3好不好 3 3 3 这样比较好打 打字快 对回3就好了 格式一定要对哦 然后你要检查一下你的尺寸是不是老师要的哦 OK好来我们来看继续了 看一下 还有再点一下下 还有一些同学还没好 老师再等一下下 他不用存档哦他直接就会存了 有问题尽量问了不用客气哦你们今天怎么大家都好厉害 好啊记得要签到了哦都有签到哦 好 好那老师要继续咯 OK好再来继续 好接下来部分我们要来制作的是回馈的物件 回馈物件我们可以先思考一下 当小朋友啊扫了这一只蝴蝶之后 那我们会出现什么 例如说 我可能会出现呢这个蝴蝶的 生平的介绍 生平介绍不对 蝴蝶的简介 好然后呢 蝴蝶简介你可以把它做成图片 放上去 它上面可以让我编辑文字啦 但我觉得会有点 不好编辑 所以我觉得其实蛮好的是你可以把它做成图片 图片 那我们也可以直接用Canva来做图片 得解吗 所以假设 老师要用Canva来继续 那它的尺寸没有特别的限制 图片的部分没有特别限制 因为我们等一下摆在画面中 摆的顺就可以了知道吗 好所以假设我还是在Canva里面 好 老师在这里哦 那把这一个辨识图我再复制一个出来 再复制一个 所以我们一样的哦上方这一颗 复制页面 点一下 好 那它就多一个出来对不对 这时候呢我们要故意让它上面是有一些字的 压一些文字等等的 好假设啦 来老师用一个 点图片 让它刷透明度 右上角这里有一个透明度的选项 我让它透明度多一点 好再来呢我们要打字字才会清楚 所以老师回到刚才的 凤蝶的网页 好然后呢我们点一下 这一个 红纹凤蝶 OK然后这边有一些它的说明资料嘛好所以老师把 红纹凤蝶复制 好回来这儿 那我们要贴上去咯所以呢 文字的话呢你要记得直接贴 是可以的 OK直接贴 Ctrl V就贴上去了 或者是旁边有一个 T 文字工具 这边也有 好那你放进来之后这个字呢可以移动 并且 上面的这个地方呢都可以去调整 这一个字的 颜色啦大小啦字形啦都有 可是他字形很单纯就是很一般因为毕竟是 线上文件 好那这里 我是利用刚才的800乘800直接做 同学也可以自己再去看一个新的尺寸 可如果你要开新的尺寸就要重新 建一个新的 Canva的范本知道吗 这里面是不能改尺寸 因为上方的调整尺寸 是要付费的 OK所以就是不能调 再开一个新的范本就好了 好来再来继续 老师把红纹凤蝶的字放上去 好另外的话呢他有一些他的 说明啊 我们用复制就好了 那一样贴上 好贴上去 好贴上后他的字啊有点多 所以呢我可能要调一下下来这边 调一下 好首先我们到上面看字大小 但你不要太小喔因为我们用手机看 学生其实会有点看不到 看不太到 然后A点他后呢这边就有一些颜色 那我觉得Canva还不错的地方是我们在做这种AR物件时啊 他会帮你抓你的照片耶 你照片中澄清出现过的颜色 他会帮你抓进来耶 我觉得这个很棒耶 这样你配色啊 都不会配得很奇怪 你知道吗 就是如果我们 学教育的 说实话并不是美工底子出来的 那你要配色配得很厉害太难了 所以我真的很赞赏 他会直接抓你照片的颜色来帮你配色 好那 我们还是要看清楚啦 所以 例如说用黑的 或是用比较 这太浅 对绿的也不是很好 太亮 对所以他可能要深一点的颜色 知道吗深一点的颜色 好来那我们调一下这一个字 来那字呢我就因为他中间有很多的那个 就是 排列很乖 你可以把它吸上去好了 我觉得当着网页的关系 这样 OK OK 好就是自己调整一下下 好那对齐方式啊 他目前预设是至中 你可以让他靠左边 上面可以点对齐方式 好 字可能放不太下啦 老师就先 不放 好吧 后面就先不要 我就上面这一段就好了 好老师到上面这一段就好了 OK好那就可以调整 他会自动流牌喔 对那你就可以自己抓好你要的位置 好放大 如果要留牌要按这一颗 这样拉开 拉开他自朝会留牌 好然后这边可以调整 好啦我这张图就这样了 好不好 OK好 那做完之后啊 上面大标我想让他大一点 并且 我们可以改颜色 这个颜色不是那么清楚就没有关系了 因为他毕竟是 对他是大标题啦 应该是还好 那内容是看清楚比较重要 好然后来 老师这里做完之后啊 好我们可以让他做这一颗 就是你 对齐方式多按几次 他会有一个叫左右齐航 这跟word很像 左右齐航功能 好我这样做完了 我再把它复制 就是存下来 来右上角下载 那刚才我们已经做了第1张图片了 所以你现在下载的话 他会是两个页面 不需要因为我们刚已经下一个 所以呢把第1页拿掉 第2页就好 完成 他会只下第2页 然后记得格式喔 辨识图的格式是 JPG 回馈物件可以是 PNG 他可以去背 所以这里的话呢 我们是JPEG 我们是PNG 那其实两个都支援 但如果你自己怕忘记呀 你就记得 都是JPEG为主 除非你需要做一张去背图 例如说 画面 的背景是镂空的 你就一定要用PNG 这也要知道喔 好来那我们回来 回来之后老师一样用JPEG 那我这个例子啊 PNG没参与本来就不是去背图 来下载 第2页 好我们第2张图好 这是回馈物件 好来 等它存下来后 回馈 回馈物件 好 准备这两个 然后影片的话我们等会从YouTube抓就好 好不好 来 换你们 到这边 这一段好的同学呀回1给我 数字1给我就好了 1 做到的 等于是你准备了这两个喔 好 都可以 有问题是直接问没有关系 可以选择下载页面或者是先点选要下载的图片再按下载 同学讲的是这个就是如果我现在想要下载这一个对不对 然后按下下载是这样吗 选择下载的页面 我记得它的下载都还是可以要勾啦知道吗 勾一下 谢谢哦谢谢补充 好那老师要继续咯 要继续咯好来那我们这两个做完之后我们先来出体验一下下 到底这种知识概念型的你要怎么让学生就是可以用AR去扫描就可以出来好 所以我们先把材料准备好好来我们回到Meka都有跟上 好都有吼好来我们继续吼好来这是Meka的画面好来再来那老师现在在Meka里面之后我们要开一个新的装案档我们要开一个新的装案档来制作好首先我们先把这些画面的画面好来再来那老师现在在Meka里面之后我们要开一个新的 我们先确认一件事情 每个老师每个同学啊就是我们讲师老师端 都有一个好我已经到身 那个满了满了等一下我就把它降下来这个可以删掉 等一下老师等下清一下我的空间已经满了好来 我先讲我们再次做的时候你有印象吗 老师们每一个都有自己的教材库 所以你要先懂你自己的教材库在哪里 好那当我现在进到Meka里头之后 我的教材库在哪里呢来在右上角 右上角的地方啊您看一下这里 我们是每个人都有登入了一个账号 好那登入了这个账号后你点一下这一个账号的功能 点他一下 他这边会带出来一个工具叫做这一个 账户设定 账户设定 所以就点一下账户设定 进到账户设定里头后呢我们看一下左下角 左下角的地方就会有个功能叫做 行动条码 这一个行动条码是什么就是你的 教材库 你的每一个老师每一个账号 都必须要有个教材库 那刚才老师在前方 教学的时候 有提醒到 我们必须要先扫了 教材库后 才可以知道他里面有哪些的AR的 Sensor的那个教材 所以呢要先有进到教材库里 才能够有教材知道吗要先有教材库好 所以每个人都有这一张图 你这张图啊 必须要给学生先扫 扫完之后进到你的教材才可以去找对应的来去做一个 就是 辨识 好那这里呀你要下载你的教材库的 QR Code 他是QR Code他没有懂网址哦 好这边注意哦 他现在目前是一倍 超小的 你下载下来之后这边真的是白的哦有个小的 所以你记得哦这边要把它改成三倍 他会满版 他会在这个画面中是满的 好这时候呢就按下下载 按下下载 好他就问你存哪里 好那例如说我们先存 就是路径啦 这个下载是找路径的意思 老师先存在桌面 好按下选择资料夹 还没完哦 这个动作他只是指定 你要放在哪里而已哦 好来右下角 确认 储存 才会真的 存起来 知道吗好 那老师现在把它存起来之后呢 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等一下要用的教材库 您的入口就是每个老师的 教室的意思啦 你要进到那个老师的教室 他的 博物馆里面 去找资料 所以这个要先有 了解吗先把每个人自己的找出来 好不好 来你们到Meka里头 去把自己的教材 QR Code找出来 记得要三倍哦 要三倍 好来到这边继续 跟着做老师把东西先测一下 好的回数字2给我 要自己留好那个那个哦 好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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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好 那老师继续哦 可以哦 好 来我们来感受一下咯 来那接下来 接下来部分呢 我们进来以后 我们要开始来新增一个新的装案 所以你刚才的材料都备好咯 好 我们来怎么新增装案 装案的话呢 在左侧这里 有一个叫新 建立新装案 老师现在把发布的全部下架了 这边有个叫建立新装案 好 来我们点一下 好 点进来之后啊 哎 等一下 我下面要删一下 等一下 老师先把一些东西删一下 因为我之前是用的时候 还可以用啦 所以才可以有那么多 来 好 我现在建立新装案 建立新装案的时候呢 首先您先注意一下 一开始进来很容易会错乱掉 好 什么意思 上方它有分成了 AR跟VR OK AR跟VR 那AR的话就是我们现在要用的 就是AR 那VR的话不是我们这一次要教的 另外呢 AR里面它又分成两种 一种的话是图像辨识 就是你要扫那QR Code的图像辨识 第二个叫空间辨识 空间辨识的话呢 它是记录着地理位置 进行空间的辨识 这个比较适合啊 就是位置环境大一点的地方 你不要在教室做哦 这曾经有学校的状况是 有老师做空间辨识在教室 结果教室的杂物跟桌椅不是很多吗 小朋友就没有注意到 为了要找出 他的空间就是在这个空间里面 就会有一个假山假水会跑出来 然后呢小朋友在看的时候 就是没有注意到就跌倒 摔伤啦 还蛮严重的 所以空间辨识这一段 我们一般都坐在那种大广场里面 才敢用东西空间辨识 要不然的话你的场地空间不够 它跟你的实际东西整合在一起充叠时 很多小孩子是很危险的 尤其年纪小的会更危险 所以这个空间辨识要小心 知道吗 好来再来 那老师就点这一个图像辨识 不要点错哦 图像辨识 好进来后呢我们看一下左侧 像目前是空白的庄案咯 不要用魔宝门自己做 来看右边 右边的话呢我们就要上传我的辨识图 好那首先上方有个叫庄案 好庄案资讯 这是什么呢 这就是在APP 我们刚进去那个APP的时候啊 他们的APP里面不是一开始前方有很多格子吗 那你格子是不是看到素材的预览 搜图预览跟名字 指的就是这个 这个 你可以让学生看 不一定要放凤蝶那张图片 可是一般来讲啦 就是鬼国小的教材啊 大部分会希望是这张图跟这个图要一样 要不然学生会不知道 原来是要用哪一个之类的 学生可能会不知道 所以这个就注意一下下 好那我们就先放一样的 好让小孩子可以比较快速找到 好那上面的那个名字啊 我用这个蝴蝶的名字 好来我们再回去 好这是状案名称 好然后状案描述就是 例如说找找看红纹凤蝶在哪里 好然后再来呢 后面的预设图片就是我们的辨识图 所以你可以下拉一下找自定图片 自定图片好 进来后呢我们就可以去找 来刚才做的这张辨识图 好按一下开启 通过摆进来 好然后另外呢 这个是上面这个是我的APP 看到这个状案的时候的样子而已哦 还不是辨识哦 真正的辨识图在下方 所以就按一下上传档案 好一样再选一次图给他 懂吗 然后放进来的时候呢 好来我们先把 哇老师的辨识图比较多 来如果你跟老师一样啊 出现那个辨识图过量有没有 好我们先取消一下 老师先取消一下 在视窗以后你会遇到 在视窗这边有点小 视窗这边会有一个叫做辨识图 你曾经上传的辨识图 它会助记者 所以就点这一个辨识图 点进来之后这些就是辨识图 那我们可以把它删掉 有锁的意思代表着 这个状案没有被删除 状案没有被删除 所以它不能删掉 知道吗好所以假设 我把这几个辨识图拿掉 好 好我就全部清掉好了 好来来我们再上传一次哦 你在刚才那个地方上传 或这边上传都可以哦 其实是一样的 好我们再上传一次辨识图 好他不理我 好来我们先回来这 好再一次哦建立新装案 来然后呢这里 我的字怪怪的我先不打了 好来我们自定图片 辨识图开启 那放上去来这个这个下面这才是辨识图 再一次 好我要这样判断辨识图 当你把辨识图放进来的时候 它会先这样转转转 这在做什么 它在做云端的处理 然后它再去做智慧辨识 你这张辨识图的复杂度高不高 当你复杂度越高的时候 它下面会有星星 来我放到这个它有这个星星 星星最多五颗吧 越高越好 越高越好 那星星一颗两颗也不是说很糟糕 它这个星星到底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着你拿那个手机来扫描的时候 轻轻一碰到 那个镜头啊 跟图像一碰到 它马上会产生回馈物件 代表着它这张图片辨识的 准确度比较高 它在资料库比对的时候的辨识速度会比较快 那一颗也是可以用 只是说一颗啊 它的那个扫完之后 物件的稳定度比较不高 也就是说你回馈物件 有可能你晃一下 移动一下 它就不见了 它就会跑掉了 比较容易跑掉 所以这辨识图的意思不是代表着你不能用 它只是说你辨识后 手机拿着对着来 对着它来扫的时候 完全没星星就换一张了啦 不要不行 完全没星星又不行了 知道吗 完全不适合辨识 你这张图圆子上辨识不出来的 知道吗 好 星星不行了 一定要有星哦 至少至少会建议三颗星以上 至少要三颗星以上 知道吗 它的辨识图要特别注意 这辨识图很重要 这卡在学生镜头要拿多久 然后它网路又慢 它几乎就少不到了 它会辨识不到 这注意一下 好来 那三颗OK啦 老师的事情的 好来 预览 我这边有预览了 其他都预设咯 好 先这样咯 来 确认 再进去 来你们跟着做 先跟着做 好 那好了就进来咯 进来先不要动哦 先等我 好 来 新大老师这个画面 进来的回3给我 数字3 这个先不要动哦 你等一下會後悔 一定要聽我講 因為它有點3D的概念在裡頭 要等老師 可以齁 好 但是我要下課咧 好啦 我們要下課 現在上課也是要休息齁 這不要動喔 等我 OK 來回來囉 電腦當調處理好沒啊 文字圖當也要上傳到MECA的專案裡面嗎 還沒啊 還沒還沒 我們現在只是就是進來這裡而已 現在只是進來而已 所以 剛是辨識圖啦 還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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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就先進來這樣子而已 把辨識圖放好後進來長這樣 好 我們再繼續 來 然後接下來之後啊 來 我們看一下這個畫面有點難懂對不對 好 沒有關係 來 首先 好 還在努力加油 左邊的地方我們看一下 有場景 下方有分成了這幾個 老師放大一下 來 素材庫 功能模組跟辨識圖 那辨識圖就先不管它 因為我們辨識圖已經是放進來了 功能模組還沒交晚一點 第二節 等一下啦 我們先看素材庫 素材庫也就是指說 我現在掃了厚 我想要顯示的內容 它叫做素材庫 素材庫 好 來 那首先我們先看一下 中間的這個地方好特別喔 好 那功能是在上面 上面這裡有一個選取物件 拖曳畫面 旋轉 跟聚焦物件這幾個 在上方的地方 好 來 那首先你看喔 這代表什麼意思啊 我們現在在上課的時候呢 是不是會拿手機來掃描 這個跟你掃描方法有關 老師先解釋 例如說 假設這個是我們要給學生掃的圖檔 假設圖檔是長這樣 這是一個圖檔 那你要想喔 因為跟方向有關 老師在掃描的時候呢 例如說 好 這是手機 你要想你的圖檔怎麼給學生 如果你圖檔給學生的方法是貼在牆壁上頭 學生這樣子掃 一掃的時候呢 圖應該是怎麼樣 影像應該是怎麼樣 如果它是一個圖片 這圖片是我掃的時候 圖片要這樣站起來 對不對 站起來 這樣的話我這樣掃描的時候 學生在手機上看到的影像 它就會是這樣站起來的 對 就是我們剛剛做的那個文字圖 可是你想喔 如果你給學生的是 在桌上行掃的 放桌上 如果是桌上掃的時候呢 好 來 你看喔 老師這樣子掃描的時候 這樣子掃 這樣掃 那掃的時候應該是什麼 這張圖應該要立起來 懂嗎 圖形要立起來 它不可以是平的 對 你這樣掃 除非它觀看的時候 它觀看的時候是這樣看 可是一般我們是這樣掃之後 手機這樣拿著看 它如果是垂直方向 被你掃描的那個物件 它要站起來 聽得懂嗎 所以你就要思考是 是平的掃 還是要這樣子掃 知道嗎 像有些學校啊 他們就會把 辨識圖放在牆壁上 牆壁上它就是平的 你掃的時候 物件它必須是這樣出來的 知道嗎 如果你掃描的時候 像剛剛老師做的那隻蝴蝶 它這樣掃描完 蝴蝶是 棲息在上面 那這樣的話 我們看到的是蝴蝶的上方 可是如果你掃描的時候 蝴蝶是這樣 OK 那你就會看到立體蝴蝶 所以你就要想 這個會跟3D邏輯有關 知道嗎 就會跟3D有關 好 來 那等一下老師是因為用電腦掃 所以我電腦的畫面是站直的 直的 好 那我希望我的文字會是什麼 就要這樣跟它平行 好 等一下如果我那張圖片是在平板 這樣放著 我手機這樣掃它就要這樣立起來 知道嗎 所以你要先想好你要哪一種 好 來 那我們看一下 所以這裡呢 看這裡喔 好 上面會有一個叫做 拖曳畫面 拖曳畫面 旋轉畫面 聚焦 有這幾種 你看你按住它後 好 講師老師按拖曳畫面 來 拖曳畫面 按住它就可以這樣拖曳了 拖曳 好 然後呢 上面右邊這邊有沒有看到一個front 點一下 這是平的 平的 所以平的意思代表是什麼 這個就是我們要掃的那個物件 我們掃的這個物件 你從上到下看下去的時候是這樣 聽懂嗎 你從上到下看下去的 好 來 那沒有關係 我們要繼續往下走 所以等一下如果我是在電腦螢幕上的話 老師放的剛那張文字圖進來 文字圖也是要這樣平的 知道嗎 它這樣掃的時候 字就會這樣看 那你要讓它有點立體 有點這樣寫起來 這樣子畫面 效果會是比較好 所以你可以自己評估 來 那這個可以這樣動 TOP是上方 從上這樣看下去 我們的角度這樣看下去 知道嗎 好 來 那我們看左側 左側地方的話 老師先把我的物件放進來 所以呢 這邊有個叫新增素材 新增素材 好 新增素材要有新增哪些呢 它可以新增的是 圖片 影片 3D模型 你要會做3D 不然是它內建的模型也可以 然後音樂 環景 環景就是比較偏向VR 線上素材是網路上頭 它有提供一些給你用 好 老師要是先用圖片 我們先做圖片 等一下再來改版 好 老師先點圖片 點了圖片後把這個文字放進來 好 文字放進來之後啊 你等它一下下 它會先上傳 這裡 再最下面喔 最下面 好 來 最下面這邊有沒有看到一個 好 進來了 這裡 有點慢喔 等它一下 這一個 回饋在這兒 好 但這時候老師點它喔 點 按 托 放 按 托 放 好 它會放進來 好 那你看 這是什麼意思 這是指說 我掃描的時候 我的這張圖 像那個蝴蝶那張圖 就是你掃描的畫面 然後掃描之後 東西是這樣跑出來的 所以你掃的時候 就是這樣子 平的 它會這樣跑出來 小朋友怎麼看字啊 小朋友要這樣看耶 從下面去看它 知道嗎 但它如果是平的 平的 你這樣掃它就這樣站起來 看懂嗎 所以你要想喔 它要怎麼樣呈現 好 來 那沒有關係 當它進來之後 因為老師點下是螢幕的關係 我又從螢幕這樣掃 所以我需要讓它 有一點點的 跟螢幕同方向 知道嗎 同方向 這時候你看一下這裡 它會有 十字架圓圈圈跟這一顆 這是調整 所以我們點一下十字架 好 然後呢 你就可以移動它 有看懂喔 好 旋轉 旋轉 看一下它可以這樣轉 對 然後可以拉過來一點 可以轉 然後這個是縮放 可以先調縮放 先調縮放 那你如果這樣調 天啊 不太會調對不對 改方向一下 右上角改一下方向 右上角改一下方向 這會跟立體有關係喔 改一下方向 你知道嗎 改一下方向 你看它現在是站立的 改一下方向 這一個 好 然後我先把它縮小好了 好 我用鎖鞋板 鎖鞋板比較不好調 好 來老師把它對角線拉一下 好 我點選取物件 然後點這一顆 上面這一顆請點選取物件 然後這時候啊 它這邊就會出現 來 這裡 有沒有看到這個 藍藍的 綠綠的 紅紅的 這就是調整位置的 對 你可以拉動它 是縮小 我沒有帶滑鼠 尷尬了 它會越來越大 你們是讓它用滑鼠比較好調 那老師沒有拿滑鼠來 好 然後再來呢 我想要讓它的畫面 轉一下下 旋轉 所以你可以點這一顆 旋轉 好 手鞋板好難用喔 等一下 我今天的手鞋板整個卡住 你們可以轉吧 你們可以轉吧 對 點這一顆 這樣可以轉 好 我現在縮小了 我把它縮小了 縮小之後呢 我用移動 然後調一下 選取物件 然後移動 然後呢 還可以讓它這一顆旋轉 旋轉是這樣 很像一個地球儀有沒有看到 對 它這樣轉過來囉 有沒有看到 它這樣轉過來 很像地球儀的 所以你要記得 上面這一顆選選取物件 然後呢 這一個就可以這樣轉 點這一個圓圈圈 就可以這樣轉 這樣轉 OK吧 好 然後呢 地球儀的感覺 用滑鼠比較好轉 對 滑鼠可以直接這樣轉 OK 好 轉好之後呢 用十字架移動 把它搬走 那這個前後可以動 前後可以動 好 然後再來呢 我要讓它往左邊一點 所以我這一顆 點它後 我把它拉回來 對 拉回來一點點 好 你們應該轉得比老師好吧 老師現在用鍵盤 快不行了 好 來 這樣轉 那你可能要把它弄平 你把它弄平 對 然後如果你這樣這一張轉得有點 派起來有沒有 快掉了 沒關係 來 在左邊 它這邊有個回饋物件 這一顆 這一顆 你把它刪掉就好了 我覺得它這個新版 剛更新的新版 有點小bug 好 老師再放一次喔 所以這邊記得 你可以換方向 然後這個可以這樣拉動 拉動 滑 看到沒 這樣滑動 滑動 你這樣子看啊 有點平面有沒有 這樣拉 不要用點的 用滑的 這樣你等一下看的時候 就是這樣斜的看 它這樣立體起來比較好做 我自己再做一次喔 拖出來 擺著 放 它這樣就好多了 好 進來後 我們第一個還是選取物件 老師先讓它縮放 所以這邊就可以調縮放 縮小 然後往前往後 紅色 是比例 白色是一起縮 看到沒 好 往上 往上拉 好 這是比例喔 那我們先調十字架 十字架的話就是移動 十字架移動 很好 來圓圈圈是 有點旋轉的感覺 地球椅的轉法 按住後拖曳 這個就要用手 按住後拖曳 有看到嗎 你看 老師現在這一張 是不是跟它之間 就會是平行的了 有沒有看到 平行的 對 然後位置調一下 這個要拉一下 我的手切板怪怪的 不讓我調旋轉 所以像用手比較不好轉 好 來 再點它一下 往下 往下拉 兩個不要距離那麼的 遠 可以距離近一點 對 前後立體的感覺 移動 這樣 看懂嗎 好 所以你看我轉它 你看它轉 我轉方向 這一張圖 是不是就會跟我的掃描圖 到時候呈現的時候 是同樣的位置 了解嗎 OK 好 來 那我再把它縮小一點點 因為我們等一下還有放其他物件 縮小一點點 OK 然後 差不多 差不多了 這樣 目前可以嗎 好 我們要丟上去 系統上看一下 這樣 老師希望它差不多差不多 OK 好 所以你看我轉 它其實是一個平面的 然後你可以看一下 你轉過去的時候這邊 它們其實中間會有點時間 有個位置差 這樣 所以我等一下掃的時候 我是在電腦螢幕上掃 螢幕上是立體的 我希望這個字要彈出來 要彈出來 好啦 欸 這邊行嗎 還是全班都調好 只剩下我還在調 我看一下喔 怎麼存檔到3D畫面 什麼意思我聽不懂 怎麼叫存檔到3D 等一下老師看一下喔 喔 Cindy同學 你的 我看一下喔 自訂圖片 好 你按一下確定就好啦 Cindy同學按右下角 那個鍵確定就可以了 就進來了 對 要放在辨識圖 以旗對不對 辨識圖上方 Andy同學我跟你講 是真的很難 沒有啦 你先點它 我跟你講上面一定要用選取物件 它有技巧 選取物件 然後呢這一顆是 移動 移動 旋轉就是轉 轉 然後呢這一顆是放大跟縮小 這個真的要FU 要調一下 因為你們沒有學過那種3D立體的東西 要調一下 這樣這樣 就是旋轉 轉 我的滑鼠就不讓我轉 對 我就一定要用手 手就會有點殘缺 好啦先這樣 你們先跟大老師這裡喔 好不好 我們要來玩看看我做好了 欸我已經做好了 我已經做好了 也可以輸入軸 可以啦在這邊右上角 這裡這裡 但有時候體感比較感覺比較快的 這裡啊 它這裡有位置旋轉縮方這邊也可以調 可是我都用手調的耶 你可以試看看這一個 這邊旋轉這裡有個旋轉 軸X90 同學有提 有講有看到嗎 對這邊這邊 沒有關係啊大家提醒很好啊 提醒很好這一個 旋轉軸你把它打成90就好了 這樣知道嗎 XYZ是哪一個X 同學說這邊X旋轉打90 它就會轉得很漂亮了 好所以這個可以調 那如果等一下我們還要再改喔 因為我們還要再放其他東西進來 先到這裡 重複沒有關係喔 重複沒有關係 有跟上嗎這邊 這樣 對然後你就可以去調 我老師一樣全轉到了 這樣OK 看右下角右上 我給你們看一下這裡 我剛剛旋轉是用90啊 X 然後Y跟Z都是0 可以吧這邊 有看到喔 感受一下 但你們還是要會用滑鼠條喔 因為有時候 位置還是很方便 好先到這裡好的 回老師數字1 要感受一下 你先感受一下 因為等一下隨時要改 我們等一下先PO上去就知道了 等一下PO上去就知道了 先感受一下 我們坐這一點 幫我們坐下 開啟 開啟 好 阿 別人 開啟 通常 我們坐在看 我們坐在這裡 我們坐在這裡 好 来 OK咯 好 有没有还没好的快不行 因为你们现在做错没有关系 做错就是要感受 你等一下看就知道 什么叫错 知道吗 好 来 准备手机咯 好 现在你们都好了吗 好 那换了老师咯 还有谁没好 其实先懂那个观念 到底是指的还是狠的先搞懂 好不好来 那继续继续 但我还是希望你们要会手条 因为我们其实在做 摆好多东西的时候 手条还蛮好用的 那旁边先不要管 好来 那做一次完整的 完整的哦 做完之后我要把它save 起来 那要到MECA的手机版可以看得到的话 来 首先上方有个叫保存装案 点一下 你先把它save 起来 然后可是保存装案后啊 很奇怪 它会离开这一个装案编辑区 它就会回到主画面了 你看就回去了 这是保存装案 了解吗 那我现在除了保存装案之外呢 我希望能够 就是真的发布到网路上面 你发到网路上大家才能够用 好 所以你看我们先看这里 保存在这里哦 然后老师再点进去编辑 也可以从刚才那个地方进去编辑 OK 你看它这里 你进来后它就变成是这种感觉的 有没有看到 这种效果的 好 再来 右上角这边有个叫发布装案 发布装案 发布就是真的open 然后这边就有几个方法 思逸就是你自己看啦 那公开学生才能够看 所以我们用公开预设 好 那开放预览 来 确定 这时候它就发上去咯 好 然后再来 发上去后啊 老师 我借一下手机 好 来 你们也可以看我的 你们也可以看自己的 好 来 首先 老师先弹手机 OK 好 来 我们现在手机出来咯 好 出来之后呢 当然有两个动作 第一个要先扫QR Code 这个 好 再来 少了QR Code后呢 少了QR Code后 再来 第二个 我们要有辨识图 老师把它左右都放开 让你们看 好 有了QR Code 好 然后再来就是这一个辨识图 要打开着 所以你学生一定要先有你的QR Code 然后才进到你的辨识图 好 好 然后等他一下哦 老师把它打开 好 让我们来看一下手机端 好 那我们先给各位看一下手机 这个 好 来 我们先进到Maker 先进到Maker里面之后啊 首先你们要先去老师的教材库 所以你先回上一页 来先透过中间的搜寻 然后中间的搜寻 点一下 进到老师教材库都是用搜寻的 然后右上角这边会有个QR Code的图示 好 你先进到这个教材库 OK 进到教材库里面呢 老师可能会有一些装案 不管哪一个随便点 你不一定要找一样的 你只要少了他就可以找到 所以你随便点一个 就按下开始体验就好 我录好不行了 好 然后进来之后啊 都进来 好 再来 OK 老师来看一下 扫这一个 物件 你看他就出来了这样 你们感受一下自己的 他就会出现在中间了在这里 在这里 好 然后你如果移走 他也是会在喔 移走他就不会是浮的 你看他移走就会是弹大 然后学生可以这样子用手 手这样拉动 手这样拉动 知道吗 等下因为我没有加音效 如果我有加音效的话 他可以念出来 好 来所以 影片也是喔 这样子 拍到就会有了 有看懂吗 等下你们就可以自己去 尝试看看拍上去的样子 有拍掉素材就会有了 拿下来 他就打开了 会不会 来 每个人试看看 那等一下放影片喔 我直接把它关掉 OK 逻辑上是这样喔 小朋友扫也是这样扫 然后你 等会如果要修改 例如说我们等一下修改别的 好 那我就在到状案里面 马上改马上发布马上就有心得喔 好 所以老师如果现在进来点进去 我要去找那个影片 我要做影片播放 好 来我们把它转一下喔 好 我要进行影片的播放 好 所以我们刚才在这边抓了后 它会弹跳出来 可是因为萤幕的关系 你要想他这样扫到之后 你的萤幕里面还要再显示影片 还要放其他的物件的话 来 我们看这里 看右边 你可以把它缩放这边 刚同学教的xyz这里 你可以缩放 对 然后 好啦 不好意思我习惯用这个 老师用这个缩放 好 老师缩放完之后呢 来把它移动 十字架式移动 你可以移到旁边去 你可以移到旁边去 红色这样拉动 好 那我们旁边这边再放个影片 位置可以调 然后等一下你可以让他在扫的时候 画面呈现的时候是 很多物件 然后你把它移走 它就会是满版 那影片也可以播 那我们先去抓影片 影片的话呢 老师会到这里 来 我们到YouTube 到YouTube去抓影片 随便找一段影片 哦 长度到还好 好 里面都去找一段影片 现在有画面了吗 扫到自己的 画面后啊 然后再去扫 按下开始体验 叫财库后 再去按下开始体验 这时候呢就可以扫你的辨试图 不好意思 语音辨试有点烂 有吼 有吼 好 来 然后老师进来之后呢 好 我这边贴一下 好 这样红文凤蝶 好 这边有这一步 好 这一步 好 这一步 还有语画的精彩过程 不用这一步哦 好 他应该是缩时的吧 这一步 好 你们先把他的网址记下来 先停一下 来往下 他下方有一个分享 有一个分享 你就把网址复制 OK吗 好 现在都有跟到这里吗 把网址复制 好 复制好后啊 我们回到Meka 我们回来Meka 好 那你要放入YouTube咯 放入YouTube咯 好 所以呢 老师这时候呢 就点 左下角的 新增素材这一颗 新增素材 然后呢 这边就要找 YouTube 所以呢 我们要的是影片 影片 那影片呢 我 蛮强烈建议的 请你不要放入你自己本来的那一个影片档 因为他也有20MB的限制 非常的短 影片随便剪都会超过 所以呢 这边请你用YouTube 我们刚刚有复制这个YouTube 好吧 用他 好 所以呢 老师点一下 影片里面的YouTube 进到YouTube里面后呢 这边可以输入影片的名称 就是刚才的网址 打给他后 按下确认 好 等他一下下哦 他会在左下角这边出现 有一个YouTube的选项 那需要一点点时间 哇 这一步不行 那我换一步 如果他没有办法进来 就是他的那个权限 影片权限设定的关系 就没有办法进来 好 我换一步好 我换一步 好 一样新增素材的 影片 然后YouTube影片 把网址贴给他 全线一定要是公开的哦 不然有些影片是过不来 他会跟全线有关 好 你看右上角他现在正在传 有了 这一段 这一步就可以了 好 然后这一步可以后呢 老师就点他 OK 按住了 拖出来 摆着 好 他的方向不对 就刚同学讲的90度旋转 先让他转一下 他就正常了 其他的再去调就好 旋转90度 好 然后他现在再载入哦 载入正常就不要管他 那你就放位置 他有声音哦 可以先暂停 可以先暂停 好 来 位置移动 好 放大缩小 如果你不调也没有关系 因为到时候我们在 那个手机看的时候 他是可以再调整的 手机是可以再调整的 所以没有关系的 好 来 然后呢 我们把他的大小调一下下 OK 来 我用一点点的不同的变化排法 好 这两个 我们再看一次 所以这时候呢 来 我把他 右上角发表一下 好 发表一下 来 我先把他位置改一下 好 过来一点 好 我让他尽量都是在画面中啦 好 这样小小的就好咯 来 我们来把他发布咯 好 来 右上角 按下 发布装案 好 预设确认 他会盖过去 他会盖过去刚才那一个装案档 好 来 我玩了 我让他跑一下 好 我现在先投影一下 好 我现在先投影一下 同学可以跟着做 好 那你们刚才因为已经懂了那个辨试图的逻辑 QR Code可以不用再扫 因为你已经 在这个老师的频道里面了 所以你只要 呃 把他的辨试图打开就好 知道吗 因为你已经在这个频道里面了 就不用再 去扫那个教材库 好 来 我们看一下 好 老师现在有改咯 改了方式咯 所以我们看一下 好 来 一样的 回去 好 那你只要在这个老师的频道里面 他随时可以再用 知道吗 所以进来后啊 这一个 你就按下 任何一个 按下 任何一个教材 就是他的辨试图 然后再按下开始体验 好 来 这时候呢 小朋友如果这样扫 你看一下老师的手机 看到没 这样好 比较 精准 他就会两个图案出现 那你但 左上角这个 认识的字 那我刚讲的那个星星就是现在这个情况 老师放着说他稳定度 有时候你看他晃动 星星越少晃得越严重 星星越好他稳定度就会很好 知道吗 跟星星有关 然后在我们右下角不是影片吗 好 这时候你可以点一下影片 他其实是可以播放 他现在正在播放 可是他又有点小 所以呢 如果你在播放的时候你想要看到影片的话 来我们先移走 扫到后呢移到空白干净的地方 他就会长这样 然后这时候呢你就可以点影片 好然后可以拉动 他就是都可以拉动 他可以拉动他可以让使用者在拉动的因为他会让大家 可以随时再去调整所以你看我可以打开后 看影片 然后呢他也可以这样旋转 现在可以旋转 这样看影片 听懂吗 可以看影片那影片可以缩小 位置还是可以这样拉动 他只是说他大概的位置会固定在那个点 这样他可以拉动 知道吧 可以做一些变化调整 好然后如果要再sensor回去 回来 扫 往下 然后呢这一张第二张图片 因为老师是把它叠在后面 所以他能够 他能够放大但是离不开这个位置 知道吗 他的位置会被锁定 会被锁定所以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就是他们两个尽量之间不要有 sensor放大的时候会有重叠的情况 要不然你这个字就看不到他就要过来一点 他上面这个字才会看得到 这样了解吗 所以扫描的方式是这样 碰到后他就会带出来了 等他带出来离开 OK他就会有效果了 所以你随时更改 随时制作他就会随时调整 好来这一段练习一下 跟看看 有没有办法跟上 你们也可以扫老师的啊 一定会有反应 可以扫看看 有问题一样的 我老师可以看 有问题留言 有问题留言 这一段如果有做好的同学回2给我 就是有成功了啦 影片也都成功的 回数字2给我 影片一定会自动播放吗 诶 等一下喔 诶 等一下喔 好好玩 对啊他真的很好玩喔 你看你们都觉得很好玩 小朋友一定觉得很好玩知道吗 而且很多老师都不会 等我一下 我当掉了 我当掉了 等老师一下 我当掉了 你要暂停可以啦对了刚同学讲把他用的平面但我想要看他的功能 好我们先点进去看一下 他那个开始他有播放键啦知道吗你可以按开始跟 静止他在左下角有没有看到 你看像其实我现在进来就已经会有声音了好 我们点一下就一个物件 然后点了物件后在右侧 右侧这边会有个叫新增功能 但因为我们现在是 免费版 完整版才有这个功能他右边就可以去控制 一些物件的设定值知道吧 所以呢目前看起来他是没有得让我们设定的 那你就可以自己用那刚同学有讲 他其实在放映的时候你把它拉平 他这边是会有这个图案的 暂停啊播放啊还有这一个 静音图案他其实都有就是要把它弄平之后就按他知道吧 我们没有办法再往下找那个进阶工具啦 但其实这样还蛮实用的就够用了 OK吗目前为止可以哈 那我们要再往下走 好 这个是观念型的所以你先做好一组 是观念型的 好你们先做哦我等你们 等一下我们做 问答 互动 好了回二给我 现在我们会做是AR物件但你要把它串起来叫案知道吧 他才有意义 不要是散着看这种 资讯科技工具 你如果懂得啊把它包装成一个叫案他其实是很好玩的 在教学上 也可以让学生不是一直听老师听讲 他有一些 有一些互动可以玩 好 只要有按下右上角发布状案网路上就会是新的 好只要一发布他就是新的 都还可以吗 还行 来吧 那我们要往下咯 那它其实除了这一个功能之外 它还有另外一个是问答型的 问答也蛮好玩的 就是透过问答的方式去呈现你的内容 其实这个也要学起来 所以放到平面会重叠啊 因为你把它拉平的关系 知道吗 你把它拉平的关系 所以你的位置要抓的时候 你自己要小心 不然你就变成要上下左右去移动 你是焦滑语文的吗 知道吗 上下左右要移动 位置要调一下 位置要调一下 你拉平它会重叠 所以你以后可以用拉平的时候来抓位置 你自己做预设 然后拉平后看到没有重叠 知道吗 自己要调一下哦 你这个可能要放音讯哦 华语文教学要放录音档会更好 用手机录完之后传上去 然后用录音档 好 那我们继续往下咯 等一下还是我有休息时间 那我们先做 好来 继续看老师这咯 好 所以我们这是第一个装案档 我们要做两个 我们要做两个装案档 好来继续做第二个装案档哦 我们回去 回去装案的地方 所以老师按一下右上角的保存装案 回来 回来 好 那就按确认咯 好 第二个装案我们就取材是原本的材料就好了 好不好 我们问同学 这个蝴蝶的名字叫什么 好 好 来我们第二个题目咯 第二个的话我们一样还是到左上角 按下 建立新装案 啊 又来了 好了我再删一下 好建立新装案 好老师建立咯 好 好 这一题的话比较特殊一点点的是我们要来玩问答 好我们要玩问答 可是呢 因为我现在的第一张辨识图已经被那一个奉蝶抓走了 所以我会建议同学啊 你可能要再做第二张辨识图 辨识图不能一样 知道吗 你有两个装案档 你不能是两个一模一样的辨识图 好 所以来 我们现在进来 然后呢 一样在这个画面中 我再加一个复制 好 那我们再去网路上找 这一类的蝴蝶的图片 哎 他们叫做红纹奉蝶 抓不一样的哦 因为他的辨识图的关系 尽量是让他不一样的图案 好 那我们再做第二张 那第二张是问答的 平量型的 好 平量的 所以我们可以在上面再加字 OK 好 来 再一张咯 好 老师用上传 回到Canva 好 上传档案 装置 OK 我们放这一张图片 不太一样了 好 这张图片 好 那老师把它摆进来后 我再加两个字好不好 我就加平量就好了 就是我们要开始来玩平量的机制 好 来点一下 摆进来咯 那把它放大 布满 好 那因为比例的关系没办法 就可能要牺牲掉一些画面了 好 这样子咯 OK 好 再来加个字咯 T文字 按下新增标题 它会多一个字出来 那我们这边就打个平量 或是说小事身手好了 平量学生看起来很恐怖 小事身手 OK 好 来 老师点它哦 放大 放大的话呢 因为字啊 想要让它再明显一点点 好 所以你把它放大后啊 我就可以在上面 针对文字的地方 它这边有个叫显示更多 例如效果 好 我们就可以加这种 不同的效果 或是有框框的 就是让它明显一点 让它明显一点 或者是加一个底图也OK 知道吗 好 就是小事身手的字 好 来 那再底图的话是在元素 元素 元素里面它就会很多小图片 像这种矩形啊 矩形的图案 你可以往下找 它很多图腾 网格是要摆图片的哦 不太算哦 好 所以像这种建成 也可以用这个好了 做一些小装饰哦 好 点进来之后 等一下 这是网路吗 有点点小慢 好 这种 好 来 点一个 点一下 好 然后把它叠着 调整 知道意思 对 你可以自己去做一些设计 好 小事身 这样就好了 好了 把它抓下来咯 好 来下载 这一页 然后呢 我现在要的是JPG 记得哦 辨试图哦 辨试图 好 那我现在要的页面呢 是第二页就好 完成 下载 好 现在下第二页就好 OK 来 抓下来咯 好 那这是评量的 好 那我们就回来咯 好 那你先准备这张图哦 等一下 我们回来这里 开始进行 评量机制 评量就可以让孩子们在使用的时候 透过AR去进行测验 还蛮好玩的 但成绩不会回传 就是 呃对 不要一天都很想成绩 好不好 成绩不会回传 好 先帮老师做这一张图好不好 来辨试图 做一张评量的辨试图 然后等一下我们就用 本来的 这一张图在里面 当成是题目 然后问学生说 它叫什么名字 里面也可以打文字 我们等一下在里面打 好 所以先准备这一张 来 先做这一张 做好的回3给我 数字3 好了 回3给我 でしょう 好 好 好 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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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要 KEMA是一个很好用的 就是简单的小图编辑工具 做海报啦 做名片啊 什么都可以用 其实是还蛮好的 很多那个国中小学老师 他们都有在用 我觉得还蛮实物的 所以你们也可以把它学起来 编一些多媒体图片很好用 好 都跟上吗 好的同学一样也是AR图像辨识 然后右边这边啊 你就是打一下主题咯 绿色图片一样放你的辨识图 好 然后下面的上传的辨识图 还是再一次 星星数不要太少哦 因为它跟稳定度有关 好 星星数不要太少 好 来 到这里哦 都跟老师一样吗 好 来 确认哦 进去 好 都先进到这里 接下来和不一样哦 好 不要再调中间了 不要再调中间了 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呢 我们要来玩问答模组 好 问答模组 那什么是问答模组哦 问答模组呢 它是藏在旁边这里 来 进来后呢 左侧这边有个叫功能模组 来 我放大一点这里 功能模组 进到功能模组里头啊 它有分成什么集点卡 呱呱卡跟问答 我们的版本啊 只能够玩问答 但问答也是比较实际哦 我们只能够用这一个问答 那这个问答是什么 它是一个模组 所以它等一下放进来 里面之后它有一些机制 是它已经做好的 那你只要透过这一个问答后 就可以去让使用者点到AR物件之后 进行题目的操作 这个蛮特别的哦 好 所以呢 老师就会点这一颗 问答模组 好 好 点了它之后 它就跑到上方去了 有没有看到 这一颗跑到上面去了 好 再来哦 再来哦 您中间都不要动 中间都不要动 好 等一下我们问答模组呢 会到2D模式 那什么叫2D 2D是上方这个 上方有个叫切换到2D模式 这一颗 你点它 它是平的 都没有 什么东西都没有 很正常哦 那再点一下它就回来了 好 中间先不要动 好 那我们现在问答进来后啊 问答它会点了它后哦 它会跑到上面去 多了一个新的场景物件 这个问答机制 然后呢 我要怎么编辑它呀 好 这边是摆进来而已 你要从这儿 这一区 它在右侧这个面板里面呢 你就会看到有个叫问答设定 好 首先 我们第一个问答设定的地方呢 是指强制登录作答 也就是在登录 在那个问答的时候 是不是要登录啦 可是学生要登录就很麻烦 你还要让他去注册什么的麻烦 所以就是通常比较少会用 然后再来第二个勾选 允许重复作答 如果你希望学生第一次打的时候都不对 他想要再玩一次 好 那也就是让他可以重复作答 了解吗 好 另外的话呢 它还有时间的限制 分数的限制 好 所以这边会有 但是一般我们分数就算有 它其实也传回 无法传回来啦 所以通常我们也都不太会设定它 就是让学生都是时间自由操控 然后呢 分数自由 但它这边可以设时间就对 你可以按关闭把它打开 知道吗 把它打开 好 来 那我们要编辑内容的话呢 我们要点进去的是 中间这一颗编辑内容 来点一下 点了之后它会变成是这样的一个模式 好 那建议同学啊 如果可以的话 刚才的那一个 2D 3D有没有 是可以切换的 好 我们再回去哦 回去的话呢 到左侧 左上角 这一颗 按下回到编辑页 点 它就会再回来了 知道吗 那我们点回2D模式 好 2D模式是什么 当你们移开的时候 有没有 当你们移开的时候 它这时候就会出现这个画面 那这个画面就是刚好你手机是满版的 所以我们在制作上来讲啊 你的题目啊 就放在这个区块就好 但是你要特别的注意是因为它下方会有作答区 它下面会有预设什么OK啊什么的 所以会建议同学要留一小块 留一小块 预留 不要放满 这样的话使用者他就可以点选 好 这一块要预留起来 你的题目区啊 你就坐在上方这一区就好了 那这个其实就是模拟者 你滑鼠手机 应该说手机拿掉的时候 屏的那个画面 我们刚不是有拿走吗 会有个屏的画面 它预留在这里 所以记得这边可以切换 那你切换完后哦 好 来 我现在切换之后 我们看一下 老师 回到2D 有没有发现 当我现在在2D模式的时候 它这个问答是不是不见了 有没有看到 问答不见了 好 所以你在制作的时候 它会变成是在 画面中 但如果我现在是切换到3D模式的时候 刚才这问答就不见了 所以变成你这边要加一个问答给它 看懂吗 要加给它 那二则一啦 好不好 二则一 来把它拿掉就好 好 回到3D 再拿进来 有看懂吗 两种 两种编辑模式 所以记得 问答的模组什么时候给它 只能二则一 只能够二则一 OK 好 来 再继续咯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看一下右侧 右侧的地方 老师按一下编辑内容 好 再来 当老师进到编辑内容之后 编辑内容之后 好 接下来的话呢 来 我们再往上 我们再往上 上面的地方呢 怎么样去加题目进来 首先你要先有观念 好 它是这样的逻辑喔 题目在这 题库这边有没有看到 好 它这边是题目 这边 题目 然后呢 一个题目你可以加 不同的题目 好 题目做完之后 你要让这个题目被使用 它的翻译很奇怪 它叫排序方法 其实应该是被使用 题库归题库 你建置好题库后你要拿进来用 例如说我现在建了三个题库 可是其实我没有三个都用到 我可能只用这一个 那我就把它拉进去就好 那你的题目就只有这个被用到 其他的不会出现 听得懂吗 好 就是 题库跟 排序方式的差别 有没有被用到 有没有被用到 好 来 再来喔 再来之后啊 我们按一下这个题库 按一下题库 好 按下去之后呢 第一题在这 好 右边啊 就是你的题目了 好 我们看一下题目这里 老师放大一点喔 好 首先 它题目的话是否要乱数 就是你如果好几题 是不是要乱数 看你自己 触发方法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已经扫描了 所以触发方法一般会建议同学 不要再扫了 一直在扫蛮累的 知道吗 你刚已经扫了教材库 扫了辨试图 你连题目都还在扫一次 太麻烦 所以直接触发就好 直接触发就好 这样了解吗 直接触发 好 然后再来呢 进来之后呢 下方有个叫题目的类型 它有分成三种 无的话是什么 就有点类似是一个 说明而已 说明页面 就是无 你可以介绍说 我们接在这个页面啊 等一下要做什么题目 考什么样的题型等等的 那 这个页面可以自己排 排完之后按OK 就下一题的意思 还有无的选项 好 那单选题就单选嘛 多选题就是 复选题就这样 好 那我们现在先用单选题 单选题 后方就有分成了 你要文字的选项 还是要图片的选项 如果你是图片的选项 你就可以放图进来 如果你是文字的选项 那就是打文字 这样了解吗 那老师没有做图 我是用文字 我们等一下就用文字选项 好 再来呢往下 要不要有分数 可是我刚才其实就没给分数了嘛 就不要管 好 那算不算分 单题的分数 我没有分数就这边都不要设了 没有给分这一段都可以不要设了 你看每一题的分数 然后呢时间都可以不用管 好 来我们看题目 题目跟选项 好 我们看一下题目物件 首先 老师进来之后呢 这边有题目 题目的话我们就把刚才那张图片放进来 所以我们放的是图片 我们先放图 图片喔 一定要先上传到教材库 所以你在外面就要把那个图片先传好 知道吗 好 那我们进来后啊 你看我们这边是没有图片 取消 取消 好 我们要回去 这个我真的觉得很麻烦 好 回去喔 回去 好 你要到左边的素材库 你要先上传 选项也是 如果你有图片选项的话 好 老师把这张图 拿进来让学生 问学生 看你要放这一张 还是我们刚一比一的辨试图都可以 都可以 就是把它放进来就对了 辨试图并不会放到里头喔 所以你这边可以先 把一些有可能的都先把它摆进来 这个 都先摆进来 好 来 摆进来咯 摆进来它上传完毕后我们再回去 来点 题目的右侧 编辑内容 这样才会有东西 知道吗 好 那单选题这边 你也可以用 好 我们继续喔 来往下 题目物件 按下新增素材的 图片 好 这边才会看得到 知道吗 这要注意喔 好 我们点它 确认 好 当图片进来后 你摆好你的图片位置 好 然后呢 下面可以问题目 所以再新增素材喔 好 图文字 这是文字 然后文字的字内容打在右侧 这边 都在右边 也说 请问 呃 图中 的 蝴蝶叫什么 那叫品种吧 的 品种为何 假设是这样 品种为何 好 来 那老师打完字后啊 这边有文字的颜色 你可以改变 字的颜色 然后再来呢 字的大小 下方这个叉叉可以关掉了 好 让我们可以调一下 这是文字好 来 我们调一下它的大小 拉大就好了 这样子 拉大 不要超出去萤幕喔 不要超出去萤幕 好 这样子 好 来 那就要问题目了喔 再来 下方是选项 选项的意思跟题目不一样 选项是可以点的喔 选项是可以点的 OK 所以我们就按下新增素材 好 它这边就会出现文字 因为我刚才做的是文字的选项 如果你这里啊 改成图片 你就可以做四张图 然后放进来 知道吗 那图的话 如果要做的话啦 来 不好意思喔 最快的方法 你们可以用PowerPoint PowerPoint最快 好 大家都会 你看我到PowerPoint里面 好 老师就会用这种 我先删掉 插入里面呢 有图案 图案 好 图案这边就有很多形状 你可以先选 右键 打字 对不对 然后例如说 凤蝶 凤蝶这样 好 点了它之后 那右上角的文字 好 放大 字形 颜色 通通可以改 这个也可以自己玩喔 自己来 好 然后呢 老师这边设定完之后啊 如果要把它存出去 就右键 记得右键 有一个叫做 另存成图片 在这边右键另存成图片就好了 好 它就会变成一张图片 然后放在桌面 存起来 这我也很常用 就是我用它来做图片 那图片到时候再把它摆进来就好了 这样知道吗 好 来 那我们继续 好 所以呢 老师现在用的是文字 那我们点了字后呢 右边这边可以打字 例如说 蝴蝶 OK 好 一样大小自己微调一下咯 好 摆好 字的颜色也可以改 要不然真的看不太到 等一下 因为你要看你学生的位置会在哪里 好 来 第一个图片 蝴蝶 好 然后呢 再往下 新增素材 第2个 文字 好 我放正确答案 好 然后呢 颜色 那它颜色它不会帮你注记 所以你可能要特别注意你刚才的那颜色啊 是什么的 你可以乱放没有关系的 因为它是选择题 它是选择题 好 那我做三个就好 好 三个 好 再一个 然后 点 好 来 字的颜色 大小 OK吗 老师做三个咯 好 做三个后你要跟他讲谁对谁错 答对的部分 好 所以呢 这边下面这边就会有一个 Test123的一个小圈圈 这里 有个小圈圈就是答对的意思 它单选喔 说明是第2个是答对的 第2个是答对的 OK 你自己要点对的 你点它会出现 好 来 所以这样就做完了 这一题 然后这一题做完之后啊 如果你想要再做第2题 来旁边这边再按一下加号 好 我们可以做选择题 多选题 多选题 例如说 点它后呢 一样的 我用图片题喔 多选 好 我们用图片题 那多选题它会有一个OK要触发 所以这个OK你可以把它往下扳 也不要太下面 有时候手机下方有一些东西会遮住 好 它有一些功能会遮住 OK 好 来 一样放刚才的这一张图片 但我现在是多选题囉 我可以借用它的吗 我看一下 好了 可能看起来只能够 单一 不要按到删除 那删除 你看 删除还蛮容易按到的 小心一点 好 不让我贴啦 好啦 自己打啦 来 那我们用图片 好 题目喔 题目 这是题目 多选题喔 多选题老师用刚才那个图片 可是图片要再重新放一次 好 那它是哪一种 蝴蝶 好 然后呢 老师就可以选 下方喔 下方的地方 好 老师就可以选 新增素材 然后再来呢 点进来后 好 我要刚才那一张凤舞字 就回来这边就好了 然后再素材新增 所以我觉得比较麻烦就是它的那素材啦 要放进来 好 然后我们再点它 右侧 编辑内容 好 选择第二张图片 好 我三个单都一样 好不好 懒惰到极点 好 新增凤蝶 好 它这个就会有选项 有没有看到 好 它会有选项 我三个都一样喔 打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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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选题 都勾起来 位置一样自己排 它会有点点 好 老师做两题咯 这两种 下来一点 好 我大概抓就好了 你们等一下可以看画面 OK 好 三题都好咯 完成之后 接下来呢 我们要回去 好 那你要特别注意 我现在把题目拿进来用 怎么拿进来用呢 好 例如说 我想要第二题 就是复选题先 我就先把它 按加号加进来 然后加进来 它会从第一张图加进来 第一张图加 再加 它会加第二张图 它就是照顺序加 那如果你要调呢 对好 调呢 我看一下右边 排序方式 它是固定的 有没有 题库的编号是第二张 所以这个呢 我看一下 它不能让我排 所以我如果 照顺序 取消 我先把上面删掉 OK 然后呢 再把这一个 按加进来 它就会顺序跳 重放了 有点麻烦 这个真的有点麻烦 讲实话 好 完成咯 完成之后呢 我们看左上角回去 好 我们把它发布一下咯 所以这里看不到正常的不要吓到 来右上角发布状案 好 来 确认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你们可以玩一下自己的咯 做完之后发布上去看一下感觉 老师demo一下给你们看 好 来 我们来看一下辨识图 这张 OK 来 好 那一样的 这里你看老师已经有两个教材了 不用管他知道吗 学生到时候在扫的时候啊 学生也不一定一定要先看 是哪一个教材 这个蛮特别的喔 所以这里的逻辑上是这样 如果老师现在用小事伸手 我不点这个进去没关系喔 老师点旁边的红文凤蝶 点进去 然后按下开始体验 明明就不一样 但没有关系 你就用扫的 你扫到后 他其实就会对应喔 知道吗 你看 开始出来了 你也不用对到没关系 他会跟你说开始 点击开始问答 确认 好 就是第一题 你看我现在画面不是这样 我走了都没关系 因为我刚才用的是 2D 平面的模式 2D的模式 所以他要就是跟着走 我是荧幕 不管怎么动喔 你看 他就是正常的喔 好了 那这时候 我们刚设定了嘛 好 老师刚刚有跟你讲说 OK啊 不要再放太 太下面的原因 就是这样 画面的比例的问题 然后再来他有这个 按键 刚好挡到 我真不懂这一开键为什么要坐在这 刚好挡到 好 所以这时候老师进来后 我就可以点 你看我点凤蝶 凤蝶 凤蝶 答错了没关系啦 然后按一下旁边的OK 答对了 我记得他有音效 我可以打开 好 再来下一题的话 你看 这个是因为老师 老师的比例是平板 所以平板他就会比较窄 你可以看你的手机 手机比例会比较高 所以 如果你们班的同学啊 他们都是拿平板 你可能要注意做短一点 知道吗 手机就会比较高一点 没有关系的 好 就看比例 好 来那这一题的话 老师要点的是 假设我有点错 好吧 我点错 来红色蝴蝶 他就错了 然后这个就完成了 答题完成 好 然后再回去 目前可以吗 来 换你们试试看 这个是问答模组 问答 王刚刚有问题跟我讲 找他 укweet 他 音乐 试听 试音乐 试音乐 嗯 好 我的中学回数字一给我 有没有跟上啊 这很好玩哦 设计好题目后要储存啊 我看一下哦 编辑 它跟刚才逻辑一样啊 就是保存状态 切到2D嘛 对不对 点这儿 然后这边就可以编辑 好 你编辑完后啊 你就回到编辑页 记得排序一定要把题目载入才能用哦 然后右边跟刚才模属的方法一模一样 右侧这边这里 它就和保存状态跟编辑状态这个发布一样 这就是存档 这就是存档 跟刚才是一样的哦 位置是一样的 war帆序要的 我使用这个表现 不需要连触弄和 或者是呢 它有很大 更多一样的 具体都是用不得的 就是这样的表现 到曾上的表现 我懂了 这样讲一下 在这边 这一段你们先做好的回一 然后我们休息一下下好不好 我去倒个水 同学可以休息一下 我们等一下继续 好了先回我 休息一下下哦 我去倒个水 谢谢 请不吞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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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吞� composition 作 Charlott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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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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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页一页一页 所以呢所有的资料 给学生的学生只要进来之后 拿到我的内容一点 我就可以进去上课了知道吗 然后所有的跟课程有相关的资源 我都留在上面 那我也没有删掉 所以学生如果要找教材 他要找素材 找教学影片 找一些有的没的 他上面其实都有 这样了解 好来那我们看一下他的用法 我们刚才有开了一个 好我们要进来主页 然后老师现在有这样分 来右上角有一个显示方法 你们的一开始进来可能会是格状 这是格状 好然后呢 有钉选 钉选就是我最近要用的 我就碰到他 按这个前面的图钉 他就钉选上去了 好然后如果你要下来啊 点一下 他就掉下来了 知道吗 钉选就是比较好找 比较好找 然后右上角这个显示方式啊 这边我可以把它改列表 我喜欢列表啦 因为我就这样看得比较清楚 所以老师用列表 好那我们刚才进来的是这一个 空白的 所以我们可以按一下加号 建立笔记 然后笔记的部分 你可能注意一下 这里呢是建立新的 下方是你做的 协助是别人分享给你的 好别人可以分享给你 所以你可以跟同学共笔 知道吗 好那我们按一下我的笔记 好他就开一个空白的 我的 我的按错对不起 建立笔记 我想说网路有那么慢吗 好了建立笔记 sorry建立笔记 好进来之后他是这样分类的 首先编辑画面呢 编辑者 别人不是长这样哦 编辑者是 第一个是编辑 然后这是一人一半 切割一人一半 然后呢右侧这一个地方是眼睛 眼睛就是预览 学生看到的样子是预览 OK好所以这样可以点 好那我们点第二个 第二个是我最常用的 好那他的编辑功能真的超简单的 就这一堆 没了 OK就这样 真的很够用哦非常够用哦 好你这边只要做了后 旁边就会显示 好来然后再来 我们等会如果先打字好了 来例如说打第一行就是 好假设老师打数位教材设计 好那第一行通常都是大标 所以呢你第一行要给他设H H就是标题1 他会是最大 H2就是两颗是中小一点 再小再小再小 看到没前面这是所谓的语法 然后呢这是预览显示 所以你点一下他就会回到最前面再点 好所以功能都在上面 B是出题嘛 写题加删除线 然后呢设定标题1到6 OK后面的话项目符号编号 然后这是有点类似那个引用的引用来源 那这个我比较少用 这一个我比较少 引用比较常用 项目符号编号 好核取方块 超连结 超连结直接贴上就好了 图片表格水平线 没了 我大概就用这几种 好那我这一页做完之后 假设我现在打好咯 我要给学生怎么给 看右边 右边的话右上角这里有一个分享 分享好 分享的话它预设哦 有一个叫可编辑跟可阅读 编辑是我自己 所以我会把编辑换掉 改成拥有者 只有我可以编 然后呢阅读的话是大家都可以 所以这个要改 那如果你要共编 你就按一下更多设定 好输入你同学的账号 例如说 好这我账号 然后 诶不然打名字呢 竟然没有我 好了不知道为什么 好啦真的 诶那我ID到底是什么 我也忘了 然后打名字体验就 OK吗 等一下就会 诶真的没有我 不要理我 好再来 然后 这是邀请别人的 然后回去 所以这边一般我就会设 设完之后我要给学生 这边就有一个复制 把网址给你们 你们就可以进来公编了 这样了解吗 好所以呢 如果我这边呢 把它改成已登录的 好了所有人好了 Open 所有人就可以进来登 然后他登录进来还蛮好玩的 你们大家可以进来看一下 可以乱打没关系 等一下我再删掉就好 好 我有一次哦 跟人家做共笔 对方不知道这种功能 他想说 诶这共笔好像蛮好玩 但他自己没有用过 结果他晚上啊 有一次晚上 凌晨11点还12点 就我们隔天有一门课 要上 然后那对方是窗口 软体的厂商 他就想说进来看一下 有没有什么更改 然后我刚刚好在改 他就吓到 因为他想说 奇怪 为什么自会自己动 然后他自己吓一跳 想说 怎么会有东西在动 然后我就一直在打打打打打 他就赶快马上赖问我说 英雄你刚刚在打文件吗 我说对啊 是我 他说他吓死 他以为晚上遇到鬼了 怎么文件会自己动 知道吗 好 你们可以进来看一下 你们可以进来看一下 好 来 然后呢 诶 我分析想给你们 你们可以进来 所以这边可以自己打 可以自己打 好 那再来继续咯 在打的过程里头啊 可能会有一些些的功能可以用 好 例如说 我觉得比较常用的 第一个 老师如果打项目的时候 假设我有超连结 你们可以乱打 没关系 他真的会出现 有人进来了吗 你看 因为上脚这有一个连线 就是多少人现在正在线上 你看 有同学在打的 这边 你可以打字 没关系 打看看 他是共笔是这样 然后他共笔在这里才看得到 这边看不到 所以那一天 那个同学他是这样子 然后他就不晓得说 奇怪 为什么字会这样动 这样蛮恐怖的 看到没 对 字就会进来 他那天看到的是 没有看到这个打开 没有看到我的游标 所以他想说 奇怪 为什么会这样自己动 好 那他里面最难的 我觉得就是表格 他表格其实蛮不好处理的 就是他用文字编辑 比较复杂 然后呢 来 你们编完 上面这有一个H H就是他的结构 结构的话 你要特别注意是 当我们在预览时 旁边这边会有一个H功能 所以哦 如果老师现在有第一张第二张 你看一下哦 假设老师打第一张 第二张 第三张 好 来 那我就可以让他第一张呢 用两个H 两个H 两个H 我们看一下预览 你看这里 他就会有结构 就很像以前早期那个部落格一样 有没有 你点了之后他就会弹跳出来 这样子 还蛮特别的 这一个章节 好那我们就可以点回来之后 如果这边空很多 你看我打空白 无动于衷 无动于衷 它空白其实不会真的过来 知道吗 这个也是很多人以为跟物尔的很相近的地方 但不一样 它空白其实不太会带过来的 这个要特别注意 好 来 那老师加一张图片进来 来 老师加一张图片进来给各位看 这个也要学一下语法 你看一下 如果我现在放图片进来 好你看图片超大张的 看到没有 图片超大张的 所以你预览哦 它会那么大一个 吓死人的 有没有看到 好我叫你们语法 好语法来 这个叫做 这个语法叫 很像HTML 很像 好那你看到这一行 这个学一下这一行 这个很重要学一下 图片的语法是什么呢 你后面呢 老师先写哦 先写出来 后面这里哦 好加一个空白 三角形是空白 空白然后呢 等于都小写 半形 好50% 成星星 对成啊 不是星星啊 成就好XX 然后这样就好了 它会让你 宽跟高都是50% 比例的缩小 所以你看呢 我把它打在上面 这要学起来哦 这里 等于空一格 然后等于 好例如说30% 成这样就好了 你看它会缩小 这个要学起来哦 这个 缩小比例 很多人不知道 我是去查它那个语法 我才发现的 要不然这里每次在打的时候 就会那个图 超级无敌大的 很不方便 OK吗 这个要记一下哦 呃 语法有语法 有语法的话 你可以到 它有help 我记得它有help 佳蓁帮你找到了 看到了吗 下方这边 我记得它有语法 诶 它这边有吗 画面没有哦 问号咧 协助这里 这边这边这边 这边这边 警示号 有没有是什么 这边 语法表 对然后这是标记 标记就是两个等于 两个等于 你们看到 插入就是加号加号 这样子 然后图片在这儿 图片 这是图片 那但是它没有我要的 这是警告区域 对所以你可以来找一下这边 好然后 好 有啦 大家同学有给你哦 对对对 它上面都有一些语法 你们可以学 现在很红耶 那个mattang超红的 就是它这种 简单的打打文字 就会变成是图表的 不是图表 就是排列的 简单的排版 这个是很红的一种格式 以前早期 这是城市人员在写 然后现在很多这种软体 做的就很棒 好那老师要讲一个 比较特别的地方哦 好 老师要讲一个比较特别的 来 都找到资料了 来这边 有一个功能很特别是这个 书本模式 书啦 然后简报啦 在这里 右边 这是我觉得它们这个软体 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 在这边浏览模式 浏览模式有四种耶 你可以开编辑模式 浏览 书本跟简报 那编辑当然不会给人家看 所以我们通常编辑是不会动 那浏览就是你现在看到的 老师长怎样啊 你们就怎样 可以啦 Python可以进来哦 我记得有 这边 汇入汇出这边 你可以找一下 这个吧 我记得它有哦 你们可以研究一下 它的支援度还蛮OK的 XML啊 Python应该都可以进得来 好 那我再继续哦 所以这里有一个比较特殊在这里 它这边会有一个浏览模式 现在是浏览 浏览的话就是学生看到的时候 眼睛是长这样 好然后如果你用右上角的预览 它也是这样整页的模式 那对方没有账号当然进不来 它就长这样 很像那种文章的感觉 OK吗 哇同学下面打那么多东西哦 不错 这是 好 这是怎样 好 不错 好来继续继续哦 好 那把它关掉哦 那老师如果把它改成的所谓的书本模式是什么呢 来我们点书本模式 好 按下预览 这是书本 但你打的东西可能要符合格式 你看 它会有左边的这个目录 然后你点目录 等它一下哦 好慢 点目录后它旁边就会带出它现在的内容 这叫书本模式 感觉吗 好 书本模式 你也太慢了吧 好然后还有一个是简报模式 简报模式啊 我最喜欢用在这里 就是我自己在开课的时候 例如说 好 我以为要课程资讯 我每次上课要让同学知道说 我们现在上课的连结啊 什么之类的啊 在哪里啊 假设这样 好 所以我会把它打好 然后那个简报模式 你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要加这个水平线 这个叫水平线 水平线加进来之后 它就会有 这样子 等一下我先加水平线 这样是第一区 然后如果要加水平线的话 我就按一下水平线 它就会切割 水平线除了它会出现这条线之外 它也是所谓的分页线 分页线 所以呢简报的模式的时候 来 老师现在简报哦 然后老师现在进来后啊 怎么那么多 等一下 然后按一下 好 我就会到右上角这边改成简报模式 预览 学生看到的哦 会是简报 这样子 很特别哦 往下是下一页的 往下这样 一页一页 看懂吗 这简报模式 好 所以呢 来 如果以我们刚才这个例子来看 好 老师进来后呢 我们到右上角这里 找简报模式 这个简报模式 好 然后按下预览 它会这样 可是你一页不能太多资料会塞住 所以你看 你可以当成是简报上课的用的 那上下很可惜就不能动 所以你要刚好算好 是一页刚刚好满 那我就可以这样上下移动 而且吗 所以这个Hank MD 我还蛮推荐他的 因为我真的觉得他是直觉化 然后又很简单 我在很多学校 就是演讲上课 然后我会用这个模式 给学校老师 真的超多老师问我 这是怎么做出来的 然后很多是大学老师问 他们就想说 怎么样把资料给学生的时候 可以不用是散的 很方便把所有资料 全部打在一页里面 那这是一个很棒的东西 所以你们可以练习看看 好 自己玩一下 自己玩一下 有问题问 我通常自己在打 我大概就是只有 他预设这几个功能 我不会到太复杂 所以像你们今天上课的 这个课程资讯的地方 我大概就像这样的页面 那这一页里面 那这一页里面 好 你看同学可以看一下 好 像我们这样第一个最大的 就是大标 那记得哦 它有一个重点是 那个大标 其实就是标题 你看哦 为什么会有那个标题 就是因为大标的关系 所以啊 如果你没有在第一行 用一个第一个H 它这边都出不来 这边 这个地方就是第一 要打在第一行 一定要加一个H 它才会出现成 好像是档案名称 不然没有地方哦 没有地方在让你打这一行的哦 没有 我这个当初找好久 后来我才发现它的逻辑 原来它是必须打在第一行 第二个你看一下 它必须要打在第一行 看结构这里 对它才会有 那因为我加了中夸糊 所以它中夸糊会有这个颜色出来 好 然后其他的就是项目 然后我在 因为它是大H 所以它在下面项目的时候 它有一条须须的线 这个不是水平线 是因为它是一个是内纹 然后一个是H 所以它在内纹跟H的时候 加了这条线上去 OK 好 然后下面都是 那你看这个赖图很小 原因是因为老师这边下了30% 你看看30%这样 好 然后呢再往下 那我就 除了第一个是最重要 是大H 还有你们要加赖群是大H 其他我都是用两个H 你看两个H 然后这就是超连结 直接贴它就直接带上去了 这样 所以后面其实我大部分都是这样 然后呢这是123 123就上方这一颗 123打上去后 它就会带进来 你就可以慢慢打 那这也是 也是要继续打 然后像这个怎么结成一行啊 其实是你打的时候啊 如果你这样连着 它会变成 一起 你要空一格 它就会是在同一行的后方 不会掉到下面去 一般会Enter 可是Enter它会到下一行 所以呢 如果是连着 那记得超连结跟文字之间 一定要多按一个空白键 好 多按一个 这是 你要斜线吗 刚同学问这个 这里 这一颗吗 这个 好 你看一下 要把资料放进去里面 它前后有个小图示 看一下这个 就是黑黑的啦 那个 那要怎么讲 就是 有点类似给它格式化的意思 这两个很像哦 一个是引用 这个是引用 就是例如说 我们在写程式 有没有看到这种引用的 对 这是引用的 这个 然后 它不写呈现文字吗 这个呢 哦 程式嘛 中文叫程式嘛 它其实只是在 文字上面加这个底色 然后这一种是引用的来源的 看懂吗 有在写程式同学应该会知道吧 对 这两个 那如果我们没有在写程式 我就把它当然是格式设定就好 它就是一种格式设定的意思 所以如果我在这里打程式语言的时候 我怎么让学生知道说 老师这一行是程式嘛 一般是用这一个 有加底色的 或是你去看一些电脑书籍 如果它从网络上抓下来的啊 然后它写程式码给你 它也会用那个底色 这个 这个底色的 知道吗 那这是引用来源 看你怎么用啦 其实 了解吗 OK 好 来 那我们再继续 好 那就大概这些吧 所以上面其实没有很难哦 你就可以自己玩一下下 对 做一些调整 所以我大概就只有用这几种 对 我真的强力推荐 好好玩 不是 好好用 老师把刚刚那删掉 超级无敌好用 对那我现在还没有发现它 到底要 就是要多 多多少的空间量 就会不够 我真的还没有遇过 对那 那它是 对它是台湾的 所以它 有一个缺点是 它在那个中国那边是 过不去的哦 如果你做完之后 你的假设像 华语文同学或是 有一些同学 他们是 陆生 或者是说 学生要远距啊 你要把这个资料给他们 我有测过 在中国那边是过不去的 他们拿不过去啦 对 所以变成只能够在台湾使用 还有 其他国家可以哦 欧美那一段都可以 就是目前测过 或是大陆那边过不去 其他都可以哦 好来 所以这一段的话是 HankMD我补充一下 我们今天学很多哦 我们今天学了Canva 我们学了HankMD 我们学了Meka 嗯 还蛮多的 那希望同学们可以 在今天课程里面学到这些工具 应用在做一些教材教案 因为教材的东西 它本来就是多媒体的集结 好让我们趁这个机会 让同学认识一下 这种课比较少会在 学校端出现 因为我们一般都是在外面 教学用的 那刚好这一次有这样的机会 就来介绍一下 好东西有没有问题啊 老师今天有全程录营哦 我有录营 但我可能没有空减 所以呢我给你们的录营档 就是头尾剪掉而已 还有休息时间我会剪掉 然后中间过程如果叫你们 操作啦喝水啦什么的 他可能会留下来 你们回去再自己看 然后影片的话老师 晚一点剪 我会放到最下面 这里 就有个课程影片 OK那如果你真的 忘记这个路径或找不到 你也可以再跟敏君要就好了 好不好 好来最后最后 请同学帮我做一件事好不好 来我们帮我填一下课程问卷 这里 课程问卷 好来针对今天课程有没有什么问题 回去好好玩哦 你看看我今天很多东西可以学哦 不想教怎么办 好啦标记画筑记哦 我是用这个啦 Zen bit 我用他 好想要学的来快老师粉专 不对啦老师的youtube 这边 我用手写版哦 我是用手写版上课的哦 我不是用滑鼠哦 好老师这边有教学 我有完整教学这一段 好这是老师的频道 好等一下我看一下哦 因为我也不知道是哪一段 我最近发的啦 诶我应该要给你们看什么呢 这个 好这老师的影片 你进来老师的youtube 然后这有个影片 点影片进来 然后影片进来后呢 回去学 这一段这一段这一段 很实用哦 哇你好厉害哦 但老师不想要讲 那个是啦那个是 我最近录的是这一个 那个也是那个也是 分享这个 对这一段这样 红的这一段 这里面我有讲更细 就是标注啊什么 那个也可以哦 就是Rune it啦 OK吗 呃里面也有 你们今天赚很多哦 来老师的录影是这一个 嗯这个我用它 我用screen record这个 呃好 一样给连结 你们很多东西要学哦 走资讯教育这一段哦 东西很多 以及谢谢帮老师放 还有这一段 快点还有这一段 放上去 对 资讯 我是学教科的 我是教育科技出身的 然后我喜欢资讯教育 所以我有很多很多资讯教育相关的经验 跟 对就教学啦 好的 同学有问题可以尽量问我没有关系 那 当老师粉专也可以问 好不好 好吧 来 那我们今天到这里 诶快给我填问卷 快填问卷 填问卷 谢谢谢谢 好吧 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咯 好不好 大家不要乱跑哦 好不好 好好的在家里学习 老师影片很多尽量看 好 那我们就到这边 记得帮我填问卷 然后等一下 影片我会放到连结上面 所以你们之后再来看都没关系 然后可以退群没关系 好 不要不好意思 大概你们不退 我没多久就叫敏君把你们通通退出去 所以记得 就是填完问卷后 拿到影片就可以退了 有问题在之后再问我咯 或是大老师粉专问都可以 好 那我们今天引起到这里咯 谢谢各位 拜拜 诶都有签到哦 都有签到哦 好 退群就可以退咯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